strikk 我們臺灣長,義長,秘書長, 長官長,副官長 各位以及主管 南美帝先進 路書先進 所以我們這些議員當年 大家會知道 我們是選特定一組的會議記錄 第11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年11月10日上午9時01分 地點本會醫師廳出席陳副議長一月等10人 內席張縣長花冠等26人 白濱各報社記者等19人 主席陳副議長一月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記錄 盧鎮道林議員 王立賢 黃旭平 李靖榮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 議事組宣讀第10次會議記錄 二 憲政總質詢與業務質詢 三 主席才是 議員所需之資料請各局處應以其需求確實提供 並於三天內送至本會 四 散會 上午11時20分 以上 各位議員 劉仁對會議記錄跟有意見 不然我們確認 我們今天是總這順 那我們的排序是 林宇林議員 我們的 蔡綺章議員 我們 陳吳辰議員 現在還是我們這三位要先聯合這順 好 來啊 不然我們三位 那那個 董國陳議員要做位 好 要不然我們三位 我們三位先好 來 開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今天台會主席 縣長 副縣長 我們各個是主席 我們的議員同仁和所有的媒體 好朋友 大家跟我走 大家好 今天是論到我們這順 我們有三位是聯合這順 在這裡 縣長 來 議員早 是 縣長早 因為在你工作報告的時候 沒辦法好好跟你請教一下 今天這順的時間 一定要好好問我們館長 好 縣長 因為在你的 口頭報告裡面 你有說到美術館的問題 其實 在我民鄉 我是要請教縣長 民鄉 你應該很有印象裡面 你最大的建築 最大的建設是什麼 應該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打通交通的任督二脈 對於我們大家其他 這個一哥交流島 還有我們的 這一個到西口 不是 到新港這條 明溪路 到新港這條 會拓寬 然後就是到 164線到 接166線到二高 還有我們現在民雄路橋的改進 這都是民鄉很重要交通的建設 對 你打通了任督二脈 這個通路 好家在都是在馬營救的時代 所給我們的經費 所以我就做到好 這也是要感謝說 我們馬政府 和縣長你的努力 但是在那交通以外 我希望說 在我民鄉 因為 可以說十八鄉 民鄉最大的鄉 嘛 現在民鄉也會說 最老的 你只要說 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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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民路都是人 學生要最多 但是在 縣長 最主要要拍的 觀光這個路線 我並不覺得說民鄉有帶到的觀光 有帶動的 因為觀光帶動我們自由民營的經濟 在這裡當然 我今天要跟館長所說 就是說 我看到依照我的簡報 我們的央廣民雄招待所 就是現在日式招待所 在一百空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修復六年了 那時候就 都很少開放 一直到你現在 一直 情出經費 再來徵修嘛 一直到前 我沒看到 我們日式招待所 酒瓶 有特別 什麼活動 還是因為日式招待所 可以帶動周邊 什麼行業起來 我感覺說 我們的日式招待所 現在還是荒惠啦 至少說 上面的風胎 梅姬來 梅姬風胎來的時候 做生 有很多的 的房子 都去給手裡抵抖而已 現在也在修復嘛 但是我是一直希望說 我們的日式招待所 因為有你 可以讓它成為民雄 一個觀光的指標 所以在這點裡面 我不知道說 縣長你對這個日式招待所 你有什麼樣的計畫 報告議員 我們民雄的日式招待所是因為 中央廣播電台 那個時候 我們整個NEC的真空館的廣播設備 然後很多日籍的建築師來這邊 工程師來這邊 才有這個日式招待所是那時候的層次 包括旁邊11間層次 那我們把這個日式招待所修復完成之後 也因為旁邊11間層次都屬於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它就是白手 每一次都要經過文資的審查 才能修復 而且是不能改變太多 所以每一棟的整修成本很貴 大家平均八百和一千萬 一千五萬 一千三 所以我們的經費事實上很難 一次把它全部做完 日式招待所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這個委外經營 用BOT的方式 上網的試次都留標 這個是最重點 這是很重點 你已經招標四倍 四倍 都留標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不要再用這種方式 你們應該要思考一個方式 尤其現在我們的文光局局長 是局長來嘛 我有看到他有很成功在台中 有很成功的類似像這種房子 一室的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精修料 所做的活動 所做的行銷 帶動那個地方整個非常的繁華 我覺得說 縣長你是不是要跳脫 VOT或是OT 這種方式 尤其另外一個方式 讓我們這個日式招待所 可以真的有去流通 可以換起來 讓我們民鄉整個這個地方 因為日式招待所 都在我們民鄉伺中心 我伺到一點點而已 他差不多五分鐘的路途 就跟民鄉企業民了 他整個的路線 日式招待所 一直跟我們的演藝廳 可以再走到哪裡 怎麼說的 民鄉巴掌 民鄉巴掌都沒有作用到 要知道民鄉巴掌的人很少 在你講過的時候 沒有人問來要說民鄉巴掌 大家不知道民鄉巴掌 多多少少 還有我們一個大水廟 還有我們一個日式招待所 讓人有印象 還有一個鬼屋 我希望 縣長 在你還要留住兩年 這兩年的時間 我拜託 文官公 公安局局長 做一個結尾 就是我看現在 我們的報酬啊 日式生命衣宿 出色何小屋 他也是整頓得很好 他也開始在做這樣的經營 我覺得說用另外一種方式 不要一直說要用標的 因為我告訴我們現在 如果管總要標的工作 都沒有人要來標 報告議員 我們經過 我們經過BOT或是採購法 委外去經營或是興建 基本上就是公家的空間 不是我直接可以左手拿給右手 一定是這兩個方式 除非是縣政府自己來自營 那 那 我猜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我們 我們 會再 會再 研究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因為 台中市的 這個標的物 跟在民雄鄉 事實上它是有落差 那我們也是盡量要把它 這個行銷出去 那 那個 我們議員說 他說 民雄八景 事實上 我們也是在 我們現在 台灣好行 這個 公車線裡面 我們也要從高鐵接到 新港街道民雄到嘉義市 那 我們慢慢 但是問題是 這個經費都不是太多 所以 車輛班次不多 所以 以我們現在的 支援來講 要大力的推銷 事實上 現在是量能不夠 量能不夠 但是 我們請我們的文官局 跟我們的重規處 好好再去延商 有沒有更好的一個突破方式 因為 我們已經連鎖 四周 就是希望可以 救民間的活力量能 來推銷這個 因為 一般來講 公家機關 你要去 去支持這種活動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何小屋主要是 破主席有成立一個 志工團體 他們自己每個禮拜 都在那邊做活動 所以我也很期待 我們民雄也有這樣的志工團體 我們也期待會有志工團體 所以我希望說 縣長 跳脫你原本這樣的思考思維 我們有在 我們會 縣長 民雄一個店 做起來之後 他慢慢會突出 我相信說 你用心 在這個店裡面突出 你以後 我相信民雄巴掌 跟著 人來人 他就會走 你只要把這個點炒熱起來 我相信民雄會更進步 民雄人對你 會更少念 對你 會再說 欸 真的是替民雄做就大事 我跟你說 做路啦 做球啦 那 影影 一個就不記得了 你把這個地方 做起來 我相信 大家對你的觀感是完全不一樣 你一直標榜你是民雄的女兒 我希望 你可以替民雄做一兩條 比較大條 讓人 永遠的少量的工作 好不好 縣長 謝謝議員喔 的建議啦 我想 我做的怎麼樣 民雄人都有感覺的齁 我在做也是 正議員在說的齁 很多議員的見解都不一樣 有的要說 你不要做建設 不要做道路 要去做文化觀光 有的說 不要做文化觀光 要去做道路喔 要去做 欸 這個老人食堂 你的那個 滿意度觀光是最第一名的 對啦 我們都會 考評是最沒名的 我們齁 這個也是我們的 先天條件齁 不足的問題 所以縣長 一直以來 你自自認到大 我也知道說 就沒有鑼牌的土無錢 有鑼牌的土無錢 但是我都一直覺得說 你就是我們的館長 我沒有需要一直說 縣長 你讓我們多少錢做對 不用 我只希望說 縣長 對 改做 你的思維整體考量 改做對 順在做 這樣 工具官才會發展 這樣我們民鄉才會發展 我不會說 這個不可以做 就叫你做 但是最重要的 民鄉 整個 觀光哪起來 我相信 整個 就是完全不一樣 民鄉那麼多大學 學生數是那麼多 人口數那麼多 交通又那麼方便 它沒有發展 整個公公不起來 我覺得說 這非常可笑 這一點 再來 縣長我也要拜託 民鄉 森林公園 你怎麼知道他幾公頃 你應該有印象嗎 總共十九公頃 不是總共十九公頃 十七點六 他現在讓我們 去整頓 十七點六 十七點六 這是我們已經把它整頓好的 沒有整頓的 加起來 可能差不多 三四十公頃 沒有啦 我們當初 我做理由我清楚 他 他快要八十公頃的土地 是我去跟國防部講 八十公頃嘛 八十公頃 那都他們 國軍的土地 國防部的 不是我們的 對我知道 那我們是給他撥用 十九公頃 他現在說十九公頃 這最高的 是十六 十七點六 所以讓我們用 就是說讓我們 我們來撥用的就是十七公頃嘛 是啊 現在我是希望這樣啦 因為你們現在說的 就中央地坑都一條線了啦 是不是可以 在我們這個森林公園 你如果有空 應該開車去一趟 我們的森林公園 真的有點像 有點陰生生的感覺 是怎樣 裡面完全沒有什麼 設施 你為什麼不加些設施 現在老人 人口所善賊 喜歡打壘球的 喜歡跳土風舞的 你是不是把這個公園 好好的幾個 也有棒球場 我們民鄉 也沒有棒球場 也沒有壘球場 沒有可以運動 一個 大的地方 現場 我知道說 你一定要跟我說 那有多大的困難 因為它是國防部的土地 但是你做管理 就是要去打打這個困難 不然我們選擇 你做管理會從來 對不對 我們民鄉人支持你的 你也要給我們回饋一下 要既然辦一個森林公園在那 不是就是垃圾 不是就是去用破壞 吃藥要去那裡 現場 我希望 你們這麼的一條線 你可以 托更多的經費 你可以打破更多的障礙 把民雄森林公園 建造一個真正的 運動 休閒 的公園 你看它對面就是演藝廳了嘛 對不對 有那麼大的土地 不然你那個 其實你那個什麼 現在他們都一直在討論的 茶博館 你可以蓋在我們山區 不要蓋在海區嘛 來 森林公園就那麼大塊塊 可以用啊 而且你如果蓋之後 跟我說就帶動觀光嘛 欸 阿關日式招待所你還用得好 哇 我相信民雄不得了 現場 我這個思維啦 我站在 我是 嘉義貫的議員 我是民雄新港区選起來的議員 我必須為我的地方打拼 我也希望 你為我們的地方打拼 我們共同來農力 縱使你有這麼多的 說的 都有障礙啦 因為國防保土地啦 因為什麼土地 我現在相信 沒有人要做兵 兵也很少啊 用得對 也很少了啦 那個地方還要去兵 我想是 百分之兩百 三百 我想就是不可能了 你既然 我們都去把土地圓 可以去做公園綠地用地啊 為什麼 不要再多要些經費 起碼明年 你今年不變嘛 買年 變醫生 我們把這個公園 我們把這個公園 蓋起來 讓我們民雄人 我再說的 英文就是少量力 英文就是我們小花縣長 可以嗎 謝謝議員 那就是森林運動公園 運動公園 它只有 早上到五點而已 出的時間 它就是關閉 因為 沒有那麼多的 這個 這個公安 還是那個 那個什麼 路上的設備 所以那基本上 晚上在那個地方 是不太適合 那我們現在是有 不用很多的公安啦 加議公 不敢就公安 哦 那個也很看耶 沒有啦 那個議員齁 在這裡把他蓋好 運動公園 整個幾個月出來 每一個地區 你點那個就到了 現在 我們也有這麼多的經費 都在裝設路燈嘛 這經費剛才說 不是大事情啦 館長只要輕 我相信你都有辦法做到 你把它 規劃下去嘛 那個議員 當然齁 現在要發展齁 很多事情 你剛才在講的 有不同層次的問題 譬如說 現在小孩這麼小 要做兵 做兵 那個 國防用地 不需要那麼多 這個都是在 中央的一個決策齁 那這個土地 確實是國安部的 所以我們中央人啊 我們就有立委耶 沒關係 我們有兩位 我們的總統 都是和你總統 這困難點 我覺得說應該可以 很好去克服才對啦 好不好 縣長 你 比較有優先次序啦 因為這些人要來投資 我們來投資 有人沒有人 跟據克力 跟他的地點位置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問題 我們都會慢慢來規劃 這樣好不好 所以好 我這邊提議說 縣長 納入你明年 你今年 以前都已經沒有放下去了嘛 明年 你放以前 你不要這個面向 運動公圈 你幫 拜託你 會用行設計啊 你用行規劃啊 這點就是慢慢來嘛 好 先來投一些 會 設計的經費 幾個經費 來慢慢幾個 再來就是 你要怎麼做 當然這是你的團隊 我們會來思考 要怎麼強化土地的利用啦 但是 這個時候 我們目前 以民雄運動 那個運動公園來講 他的這個整個開發的次序 事實上 比較後面 因為那 蘇西雄離去那邊的地方 比較少人去啦 所以我們會來想思考 哇好多 縣長你都沒有去耶 你就是都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那些 那些早期 到現在多少人在那裡運動 你都不關心我民雄啦 現在 有關心啦 我們不要在這邊講 好多人去 這個沒有意義 就是很多人去 很多人拿醫 所以我今天才會跟縣長說 我們最近 最近會把廁所部分 再做改善一下 縣長 我跟局長說 剛才沒想到便宋 你便宋放在那裡 我剛才沒想到便宋 沒有 你走到尾 還是便宋 不好意思 剩下了啦 這樣會怎樣 你這裡來 提供你的意見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希望說 明年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會思考 怎麼樣強化土地的利用 好嗎 謝謝縣長 謝謝 我們文工局局長 局長 我剛才有你和館長說到 我們民鄉 日式招待所的問題 是 因為我也覺得 最近 有很多的破壞 我都告訴你 你都沒有人給我管理 所以 門也開去 是 展覽台 也開去 家庭 把家庭倒倒去 這間 你都說你們已經有藥經費在修復了嘛 是 但是最重要的 我沒聽過你的經驗 就想 這樣招待所 現在這個舊房子很多人都要保存到 日式招待所 我要拜託你 我相信你有很專業的專載 在明年度 今年你就好好的宿舊 明年度 我希望看到你們有日式招待所 整個的計畫 把你的專業能力拿出來 別人 經營 給我民鄉 這個招待所 可以說 來家庭 就想要來那 就想說 沒有我家庭子也要來 快樂生活村嘛 對不對 要有這樣子 就是讓人想要走 因為我們那裡土地很快 那路也很快 很好停車 沒想到家庭子 我如果要去到那裡 要停車 我就停 沒有停 我就走 我們那裡買 局長 好好的規劃一下 是 台北主席的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那麼 李議員所關心這個 今天我在這個議會執行裡面 已經大概有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這個民鄉 那戰地 這個 這個日式招待所 這家佔地 大概2.45公頃 啊 目前呢 現在我們就是已經有的 精修好了 沒精修的部份 大概三四棟 中醫生 大概一棟 算 15萬來講 大概要切 大概六千萬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委外這部份 我們現場也有 積極的支持 我們來整個 那另外就是說 它的廣場 那部份 也有未來精力 那剛才有一個巧合 就是說 這個民鄉 這個廣播電台 它剛才有的文化部 啊 我們未來 我們這個經費 也要把文化部來 來申請 所以我 我常常有報告說 我們最近的 這個文化部的 中館 來給我們一次 希望說 因為這個經費 大概算起來 如果要六千萬 說多也沒有多 希望可以幫我們幫忙 可以幫助我們 民鄉地區 對我們的期待 以上 好 局長 我希望說 從你來到我們家裡的關係 這 我不曉得 會來多久 但是起碼 替我們做一些事情 好 局長 謝謝 謝謝 這個 鐵路高架化是 對一個社會的工作 在規劃這個 鐵路高架化 進化處 好 處長 是 我記得我們 張縣長 跟陳明文 陳立委 競選的時候 大大的標題 民雄鐵路高架化 在我們鐵路 一個很大的 一個 看板 可是選舉 也過很多年了 在我們縣長 我沒有看到鐵路高架化 一點點的消失 我沒有希望 我們鐵方 鄉親都說 我們改變 選舉 就來騙我們 我們的票 讓縣長是最多的 民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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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丹明文 也是最多票的 可是 有幾 證件 一過之後 都抓了 都消失 沒用沒用 處長 是 鐵路高架化 民雄水上鐵路高架化 可行嗎 大會主席 我們副議長 各位議員 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好 我現在議員報告 當然鐵路高架化 現在北起民雄 經過嘉義市 一直到我們水上的一個南進 那目前就是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這個部分的一個財務 那當然中央有一些財務 要我們地方來負擔 那嘉義市目前可能走到綜合規劃 那我們嘉義線的部分 現在最有可行性的一個評估 那個騎乘上 可能也沒有那麼的樣的一致 那嘉義市它本身要做高架 它要把它的站 要移到我們的水上 我想說 你嘉義市本身你要高架 你應該也有 跟嘉義線一起來考量嘛 不能說你要站 要移到我們那邊 你的維修站要到我們的水上來 那叫我們去承擔這樣的一個經費 我想說這個也是不合理啦 跟議員報告我想說 鐵路高架我想說 它是一個線型的一個交通 從北到南或從南到北 它都是一個穿越性的 那當然中央它現在有 研定了一個鐵路立體化的一個開發 跟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的一個審查 作用要點 它就是要你本身地方政府 來負擔一些財務嘛 那現在我們評估起來 我們的負擔要將近要30億 那當然鐵路局那邊 有些負擔它也不願意 這一邊可能我們還是要跟中央這邊 再來做一個溝通 所以處長 鐵路民雄一直到水上的鐵路高架化 現在是不可能做的就對了 跟議員報告 說不可以喔 也不可能啦 議員報告 我們站在我們自己政府的立場 我們當然希望說 共用來支援這些經費 不是說你叫我 來 處長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現在從北到南 有哪幾個縣市它已經高架化了 高架化 現在桃園是在爭取地下化嘛 那台中有高架化 所以一直到台中而已嘛 台中 翁南 幕前都沒有嘛 所以是它高架化它可以跳脫 這麼多的縣市 這麼多的鐵道 然後鄉鄉 地面鄉 水上高架化 可以這樣子做嘛 可以嗎 他是串在一起的 他都不能跳啊 你如果說民雄 嘉義寺跟水上這邊 當然是要串在一起啊 對 可以做 要串在一起去哪裡做嘛 是 那跳脫就沒辦法 沒辦法 他還有維修站 他不是說像 火車這樣走 所以高架化鐵路高架化 民雄要鐵路高架化是 遙遙無跡 那不是這樣 應該也不是說遙遙無跡啦 要幾十年 實際上 實際上說 我們要有這個經費 我們希望說這個錢 是不是由中央來負擔 因為我們地方 我們本身的議選也沒有這個 你要平均起來一年要花幾億的 那可能在財務上 我們的負擔是蠻嚴重的啦 處長 是 所以你給我的這一份 告訴我的就是說 現在目前民雄最上 要做鐵路高架化 是不可行的 目前是沒辦法的 目前是做不到的 就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 這鐵路高架化 當然我們也 懇求中央來支持以外 當然嘉義縣跟嘉義市 也要一起整體的來考量啦 不能自己做自己的 這樣也可能 館市就一家嘛 為什麼一家 我們小花縣長 也我們民進黨的啊 嘉義市 也民進黨的 還說不好說 我覺得這樣實在是 好像不太好耶 說不好說 他就是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民雄 從我們這家鄉親 要過鐵路 每天就是要提心 調檔就對了 我們還要 你知道嗎 我是從小孩 時代 只會走路 要走過那條到現在 說起來 年紀大家都知道了 剛剛走那條 鐵路也五十年了 我們五十年 怕耶 我小孩時代 現在要過那條 我都很怕看火車 我是一直走一直走耶 雖然沒有火車也一直走耶 騎腳踏車 他跌一台一台耶 是 所以這條鐵路到這裡的話 在我們民鄉來說 真的我們民鄉人 非常需要的一個建設 是 館長 就因為 拓寬也給我們拓寬啊 我們的橋 也已經拓寬了 現在正在起步 雖然還沒施工嘛 我們的交流道 也因為 那時候 紅重金做立委 政策之後 有 我們小花 那時候做委員 也有帶到一點後面 就做好了 來 就是我們民鄉 鐵路高價化 處長 是 你要好好去打破這個瓶頸 是 希望 他是有失踪的一天 是 議員你說對啦 因為瓶頰 因為你若高價非常準 我們很多評價到可以拿掉 交通的安全 而可以 縫合我們的都市 因為都市可能有的 穿越以後分兩邊 這個縫合整個都市計畫 它的效益還是有的 那這一步 鐵路高價化過後 你知道我們多少道路是會順暢 是 我們的牛肉雞不會因為這樣打車 那做行李也很好做 是 處長好好努力一下 是 再來 就是因為它不可能 所以你要好好去讓它成為可能 我們政府團隊會一起來努力 希望你好好努力 你剛才告一而已 是 所以 有很多總控 我相信你也有你的專業 拜託你了 應該要做的 是 好 我給你補充一下 這個民雄鐵路高價化的問題 是2009年 館長在選舉的時候 我第一次選館長的時候 馬英九總統下來 輔選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 爭取民雄這個鐵路高價化 之後 我跟陳明文也都有 繼續在爭取 希望 馬總統的政界能符合嘉義的期待 這塊 我先說給你聽一下 這個鐵路高價化 嘉義市都沒有辦法做的問題 就是在於 它要 要達到那個自償率 就是說 因為你經過鐵路的時候 現在大的都市 因為地價貴 它都可以做 嘉義市就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嘉義關的部分 打開的經費是 171億 171億裡面 100可能 也是中央要付借的 剩的37.97億 等於是38億 是台鐵要負責的 那嘉義縣政府的部分 要負責28.38億 那是我們館政府的負責 所以你要聽說 28.38億 就知道嘉義 嘉義館政府就很痛 甚至說 這個自償率的問題 和嘉義市 一樣是很難的 從黃敏會市長時代 一直都沒有辦法談成的原因 就是在他沒有辦法 自籌款 所以 那個自償率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 在嘉義市 黃敏會市長 跟現在的圖刑者市長 包括我們嘉義縣政府 我最近還跟鐵工局講 這個如果 根據台北市 這桃園 台南 台中市 比照一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永遠不可能 鐵路高架化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要求中央 有沒有辦法專案補助 這樣我們這個才有可能 當然現在你說的 民雄的這個交流道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都市交通之流 不是只有這個民雄交流道 包括這個金世界這個交流道 這個都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交通的問題 水雄也是一樣 水雄在水雄車頭 平交道 也都是 我們每一次 為什麼消防隊要簽到現在高速公路那邊去 就是 在那個地方 每次要快的時候要出來的時候 都在火車通過的時候 平交道 塞住我們的車子 緊急事情沒有辦法去進行救助的工作 所以 我們對水雄的民雄 我們已經好多次都在提 所以我想 立法委員 兩位立委 還有縣政府 也都一直在爭取這個部分 就是說 管政府跟民雄 水雄這兩個交流道 要輔助 28.38億 事實上聽到就知道 這是一個頭兩個 所以我們現在 要解決的方案 只有說期待 中央用專案來補助這個 我大概以上補充一下 讓議員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就是嘉義官金山 沒有錢 所以因應要重大建設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辦法拿出我們的字籌款 所以現場 我說嘉義縣這麼窮 你應該 好好思考說 我們的錢要花在哪裡 可是我看 最近 議員最接跟你說的 跟你問的就是 你的美術館 你現在要去的 什麼茶博館 文創園 這麼多的 總共有十幾億吧 我 蛤 十六點三 你要先問 沒有啦 現場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什麼十幾億啦 我們在爭取的是 中央的建設來這裡 就像台南要爭取 現場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知道嘉義縣 現場你讓我說完 我不知道嘉義縣 真的是在前困難 所以我希望 你在開錢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一下 對應該是要開的 對是不應該開的 對應該拿對來搭對 我想現場 您有這樣的能力啦 希望說 你要去思考 這樣子的問題 謝謝議員 你對我的信心給我困定 這個就對了 你要相信 我是有這個能力 跟這個前瞻性 就是所有的 有限的資源 要讓他 有效的分配使用 達到嘉義縣 最高的效益 這就是我 一向的一個原則 現場我拜託說 你有這麼大的能力 快點 想一下 思考一下 叫你的幕僚 跟我們民鄉 好好的 跟我們 精燈 開睡一下 我會考慮的 整個嘉義縣的建設 這兩年來 我希望有看到成效 那以後 阿扁的館長 想你那天說的 搞不好 萬真 萬真 可以選館長 他可以承接你後面 幫我們民鄉 建設一下 我跟你說 有可能 女縣長做得這麼好了 再來再一個女縣長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我沒有反對啊 好縣長謝謝 拜託民鄉 任何一個人想要選都可以選 民鄉你的能力啦 把我們民鄉 好好的 把我們民鄉 真正是大歡迎起來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那個建設處處長 你好 處長 我有跟你愛民鄉 建設17號道路的鎮定 和11號道路的鎮定 是 在這裡 12號道路的 新宗國小頭前 這個特寬 這間是我和 會說是和我們共産的議員 在我在 上一次 我們就負責我那邊了 這次 也要去負責一邊 在這邊不想做 我覺得說 我非常的安慰 我希望 在新宗國小旁邊這條 12號道路 拓寬的工程 好好幫我們做 不要有問題 我希望說 趕走一日 給它拓寬 因為那個交通量實在很亂 學校在那裡 工業庫子在那裡 要去新港的 要有那條 所以 我希望你加緊腳步 再來就是17號道路 在這個 要統議客戶路這條 民客戶路 民客戶路這條 來 目前 我所聽到的消息 是說 用地取得有問題 是不是 大衛主席 我們陳務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 大家早安 我們感謝林彥寧議員 對我們民主 民主都市計畫 17號道路 跟我們都市計畫 11號道路 一個拓寬工程的 一個關心 那這個民主都市計畫 17號道路 因為市計畫 因為市計畫 民主都市計畫 總統到民權 和生平接口 總統是740公斤 看到12公斤 我們在9年 都在12月 9年 公斤 情書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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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公施 政府 公斤 資料 蘇智 市長在你們的協議架構會之前開會進行 我相信你應該有收到一份陳情書 就是在這條你們即將要開墾的這個路邊 有一邊是人的戳後 一邊是殘 可是你們現在是要正收 要同聽人的戳後 所以這要讓你聽的人 當然一方面是高興這條路要開墾 一方面他們的擔憂跟他們的相機 對民兵 旁邊的殘 最好正收 爭議性又不大 為什麼要來聽這個幾百的家 戳後人的戳角 你就要跟人聽到 正收就更高 人就更麻煩 所以 處長收到這份陳情書 我希望 你們要好好溝通 我也希望 不能去聽到人的家 還要去 很麻煩耶 想我就沒有錢要去家了 我說你如果給我聽聽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呢 可以不要人聽 我相信說 不要去做我們的工作 我不知道你們的理由是在哪裡 你說是怎麼慘 你們不要正收 你們就信念要聽人的處理 謝謝議員 感謝議員 對這個我們這個 可能好看的去聽到 這個人民的住宅問題的關心 因為我們這個渡市街樓 是他以渡市街樓的渡 要他來幾個 所以他的 渡市街樓位 跟山道 都是走就定好了 走就定好了 所以我們要一直移計 這個渡市街樓的路線 跟高學院的政委 我要說 處長 這是你的專業耶 我沒有專業耶 我就知道說 你要定義這個時候 你們可以再重新的定位 可以再重新 那民鄉路那麼多 本地是要跌的人 你們道好道去做完的啊 再重新去做 完到那裡 完到那裡 完啊 為什麼這小小的也是跌的 只是說你就不要去聽到人的家 你只是往旁邊弄 靜靜在這邊 這我相信開業的錢更少 是 再讓廟八成困了 處長 這點 回去好好啊 太好研究一下 不要說因為 你們什麼 隔壁的路線頭在這裡 你們就一定要這樣做 轉個彎 稍微看一看而已 不要腳腳頂空空 你們是要睡得八成嗎 沒有 要跟議員報告啦 其實齁 如果要改算齁 因為我們要兩邊 要兩邊很寬 平均很寬嘛 你要算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一定會控衣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是一定要 處長 那個路不應 我們都是跌的啦 是啊 我自己 我們太子大道 我們要開那邊都要科技 這樣圓 就可以這樣圓 不要 你不要 都用這種時刻你時刻 路不一定都跌的 也太多了 所以我會把議員報告 不要讓人八成要來控制 不要讓八成的困擾 不要讓八成的困擾 站在公務單位 我們是要服務 你們紀念是公務人員 就是要對地方做事情 可以解割八成的困難 這是公務人員的心態比較對 不能說我就是這樣做 我就是要這樣做 我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 你們不可以 沒有這種轉返的一定 這樣是不對的耶 紀念通報檢討 這個案 你們就要再檢討嘛 好好的檢討 把這個問題納入 要解決它 不是只有討論而已 是要去解割 問題 對著討論 就是要去解割 議員是不是 給我把說明比較清楚 因為 你如果說 因為我們這個生活圈 我一點一點的說明 我們的生活圈 它有時間線 我們是一百空四年到一百空七年 如果這條要再立立公 通報檢討去處理的時候 反省兩檔 處長不必說再立立了 你們喔 現在你們就是 隔位姓已經在隔位了嘛 還沒精修嘛 所以你們相對的 你們只是 變化而已 目前我們精修一定要以這個 這個 這個專位 這個方式就要精修 但是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查股標準裡面的條例 就是我們的 嘉義線 新辦公共工程 用地 差遷補償 知識條例 第一條的規定 他的規定就是說 主長 不要再說規定 規定是死的 不 我要跟你說一個套的方法嘛 我跟你講主長 我要你就是回去 合法行辦法啦 是啊 你不要再用規定套入這個 你常常用規定 我現在跟你說改的方法 有可能的方法 自己報告 就是說 如果我聽到的 就是說 我要用道路面積 跟聽到的 建築的面積 建築的面積 是原大的 我要聽到 我要用到道路面積的時候 我們去看 如果它的結構安全 是有危險的 我們可以用工程 用工程手法 去把它妥適的解決 這種方法會比較近 不用用通範的減度去變形路線 如果用這種的變形路線 方式去處理 我們這條錢會去收回 所以我是要跟議員報告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 說你們會根據這一條 然後再去勘察 是不是 我們會去勘察 去研究這個妥適的方法來處理 要勘察的時候 幫我統治一下 好 那你等一下 那個婉政你 有問題問一下 幫我放那個照片 處長我再請教您 那個就是 針對168線 我們的新批外環道路 一新村 用地取得的問題 然後我想要請你再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是整個流程 到底是 我們是什麼時候 河背什麼時候報背的 然後到底到今天到底是什麼 有什麼情形 好 我們感謝詹議員 對這個 我們183 二興堂 這個特康工廠 用地政修的關心 我們這個政修 教會書 是在一百空四年 十二月初一 一百空四年 十個二百 送這個 十二到 送這個來政部來心者 十二月初一來政部 跟我們的教會書 就說我們要保證 之後他們還要再去辦 我們就引起他的要求 我們要保證的規定要求 我們在一百空五年的一月十五 來再完成保證 叫地政修來頂保證修 那地政修在一百空五年的一月二十 把我們這個教會書頂保來政部來心者 來政部還在一百空五年的三月二十 還有再一次 叫我們來保證 我們在一百空五年的五月十一 還請這個地政修做第二次的保證 還把這個教會書送來政部來心者 來政部真的擺進去做這個真審會議的時間 第一次是在一百空五年的七月七六 七月七六 所以你說第一次的內政部真正有審查 這一個案子是在什麼時候 105年的七月六號 105年的七月六號 對對對 那你怎麼都沒有說清楚 那天我也有說 來政部是完全沒有替我們退回 他都叫我們保證而已 所以這一件案子 是從一百零三年的九月十九 交通部就納入了 我們嘉義的生活圈道路計劃對不對 對 所以是在一百空五年的七月六號 他們召開第一次的會議下去做真審是嗎 是 是他們是第一次開真審會議 那他這一次真審會議的結果 他是跟我們說什麼 這個真審會議 他跟我們要求說 就是說 我們一些情緒的公益性 必要性和急迫性 還叫我們做一個補充稅明 我們也是在 包含說 因為我們的真審計劃書 送喬過半島 也送到半島的協議價格 所以我們在重開協議價格會 要做一些補充 為什麼要重開 是因為你們準備的速度太慢嗎 不是 這個東西是 我們其實送了一年了 我們一百空 空四年的十月以後 就已經送了 對 但是他一百空五年的七月 找到開 這個期間就已經超過半島了 那依照這個徵收條例的規定 超過期限 所以需要再重開 所以需要再重開 所以我們就重辦 所以是一百零五年的七月六號開始 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六 你們才開這個會議是嗎 從開協議價格會議 是 然後我們在 整個開協議價格要有一些程序 所以我們整個在這個 包含補證在一百零五年的十月十四號 再送地震師來 就是補證資料再送地震師 請他們再召開那個 省省會議 那地震師在 十一月九號 對 第一百二十次會議裡面 有幫我們納入 那就是 所以 一百 十一月九號就是前天 第二次 是嗎 他們開了第二次會議 那第二次會議的結論是什麼 他大概會讓我們通過 但是有三點小的修正 第一點就說 為什麼呢 我們沒有照顧 原路 讓我們承認特寬 要由他另外開一個多元 我們有說 在我們的證書審議院 還是報告中 我們有說 地方的基因 都會非常反對 為什麼沒有看到資料 他請我們回來 保證這個資料 所以需要再補證資料 然後這件案子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對對對 是嗎 所以這兩次的會議都是在 蔡英文政府 還是馬英九政府 給我們退回來的 叫我們補證的 都沒有退回來 都沒有退回來 所以都是要我們補證資料 對不對 是 那為什麼不說清楚 雖然說馬英九政府 其實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也不是在他那個 政府做任何的事情 然後可是我覺得說 我們不管是政府機關 或是民意代表 其實就是針對事情下去做論述 不應該說什麼事情都牽扯到做 是誰不幫你 然後誰幫你 這樣子把功勞利益 全部都攬在自己的身上 再來我要請教您一點 我們現在是不是定期會 因為我們這個生活圈 我們有 我們是一百公斤 到一百公斤 如果 不是處長 我要請教您 是怎麼這麼急 然後決定說 你今天才去10點半 像現在已經10點半了 我如果要掛過咖喀夫 是 所以我要掛咖喀夫 因為 因為 我們就是說 我們 他叫我們補證 補證書補證幾十次 再來第一次的真審會 他們又 很有意見 但對我們現在沒有照顧 來開票 這個很有意見 所以咧 我們在11月 這個真審會議的時候 有請鄉長 因為那個真審會議的 那個空間 因為會議室的空間 不是很大 所以但 不是 你只要告訴我 為什麼要那麼急 在今天早上10點半嘛 我們早上再開定期會啊 你現在要不要定 你會報 是啊 我了解 所以 我那時候 我講一個過程 請鄉長友去幫忙 去到處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明明就是 定期會的期間 我們一年也才開兩次會 一次就這一個月而已 你們常常辦什麼記者會啊 什麼活動剛好都遇到 在質詢的時候 然後就要請假 然後或者 就是什麼活動 都是要在定期會的時候 下午也可以啊 今天 我不知道早上10點半 跟下午2點半 到底有什麼差別 是 查這幾點鐘有差到這要緊嗎 是的 是 是不是 一樣都這一天 為什麼一定要在我們 開會的期間去辦 這樣的說明會 我想這各個局處 其實都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開會 定期會就只有 這兩個 一年就這兩個月的時間 議員這時候也要50分錢而已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應該你們自己要 要思考一下 不可以說你們決定 怎麼還要配合 都跟議員去參加 我們有意見嗎 沒有 我們也應該去了解 不是嗎 不是 我跟議員報告 所以要請教你嘛 10點半到2點半這樣 有什麼差別 差在哪裡 啊這個 其實 其實 這個 其實 這個 你跟我說差在哪裡 其實這個 沒有乾水 你就問我說 你跟我回答說差別在哪裡 不是 我跟議員解釋 有沒有差別 是這個最我 你回答我有沒有差別 如果我們早上10點半開 跟下午2點半開 有沒有差別 是沒有差別 是沒有差別 那沒有差別就好啦 那沒有差別就好啦 你以後可以把 就是說你們時間 可以去調整一下嗎 是 反正 反正 補充一下啦 因為他們想說 今天不是你這順的時間 所以要這樣排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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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一下啦 副議長這個絕對不是 因為這個事實整個怎樣 我都了解 所以不是您說的這樣子 很抱歉 我是感覺說 好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你們要思考 因為我也是跟人家借時間的 然後我想要就是 未來如果說一樣 有任何議員或是民意代表 或是鄉政首長 他們在做 就是在跟你們詢問這樣事情的時候 其實真正的事情 流程應該要說清楚 或是把明確的資料給他們看 而不是說選擇性的 自己想要說什麼 然後反而是 由憲政府這邊去混淆了 民眾的意思 不應該說什麼 誰怎麼樣 是怎麼樣 我相信我們的館長也沒有希望說 我說他怎麼不好 好的我們當然也是要鼓勵 對不對 所以到底事情的流程 是怎麼樣要說清楚 不是說 正常的政府都沒有認真 我們都比較認真 這個婆婆我放得很愛惜 好 這一點就麻煩說 未來的話可能 我們在應答的時候要留意 處長謝謝 好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跟議員 你問 我們要答 其實議員並沒有那麼多的事情 不是願意讓我們去重溫的答 所以不是我們不想答 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168的部分 這一個 這一個是大家都 其實議員不管是 都 處長沒有關係 就是說 我們數字還可以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數字還可以大家 互相溝通 好嗎 好 所以處長可以 謝謝 其中 �床 聖長 我 看 聖長 我看你的口頭報告 你面leep 你說冠軍要去那裡 是 現在沒有 eruption 不幫你請教,裡面有幾點疑問,本身是要用這個時間幫你請教 就是說你的市政報告裡面,有講到我們教育館是農業館 什麼我們沒有離島建設條例,沒有什麼發動開發展條例 它的中央就有一個基金在跟他們穩妝,那是特殊,所以我們的稅收比較少,主要財政,突破財政困境 還有什麼,強化開源折留,這幾句 說我們裡面,我們有開發三大工業區 你就是要有在行政區的創分嘛,你裡面有說到行政區的重整創分嘛 還有公平修正財政收支創分法 這本身要請教一下,你現在對行政區的創分 行政區重整的創分,你的看法是怎樣 公平修正財政的進度是怎樣 你的幾位 現在目前他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一個定案 我是說有在考慮而已,並沒有一個處刑出來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都沒有就對了 沒有,你不就寫出來在那裡等 沒有,他們我們是有討論,但是還沒有定案 所以目前沒有辦法跟議員回答 我的看法是說,你也對這個方案 你也沒有什麼看法就對了 基本上我認為,家裡要翻轉 很多請我們家裡的非願瑕市的縣瑕市 尤其是農業縣的背景 我們的自有稅收都很差,因為農業是沒有稅收的 所以同樣的困境都是老、苦、窮 家裡的特別是因為我們家裡刺激我們分析之後 但是行政地區上去歐出去,雖然跟六十平方公里 雖然跟六十平方公里 但是他的財政比我們比較好 他每一年將近一百億的預算 但是他的一個行政區域才六十平方公里 所以他又沒有農業,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們的財政相對的困難 所以我在中央,我在民進黨中心 我拿去幾次 整個財政收支辦法的修正 這最不可以改變我們的財政多大 因為只是把財政收支劃分法 分配稍微再調整一下 另外一個公債法,就是說我們的舉債上限 是我們最大的天花板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雍雍可以行政區域重劃 我現在跟你問是問 你對這個行政區域 行政區域會重整 你會更換 對,所以我就是 雍雍整個不是說整個他們家家要合併嗎 那個還沒有規劃 還沒有在討論的階段 八十都還沒一賠 這是我跟陳明文 立委都有提出來過的 就是說最好的是雲家家合併 我們已經靠一百四十幾萬 我們就達到院俠市的一個門檻 院俠市這裡可以驚人平起平坐 本的主委員的方式才會一樣 這樣我們這裡可以區域進行發展 本書是說你們幾歲這樣 你會看法對雲家家合併 你會看法怎樣 我也是因為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這個 同樣的客 同樣的歷史 三立文化 背景都一樣 所以雲家家合併 是對我們現在 嘉義館、四個分別 都最好的方式 那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認為可以啊 他將來桃珠苗啊 中張頭啊 花東地區 我們雲家家加起來就夠 我們雲家家加起來就夠 有啊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幾 一百二五萬以上就可以 啊 再來 那不用經過議會 當然要啊 所以他會有一些 他們這樣的討論就是這個 三個議會買嗎 那不清楚啊 議會比較好 加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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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做什麼 欸這個 這都要訴求的問題 你知道嗎 不是說你把一句話寫出來 說說什麼 啊有賴 他要財政要該改善 就是說要考這些財政 什麼行政期從事 你說這個話 就是基本上就在空中的背 不知道哪一大 你知道嗎 這當然是 本席的看法就是這樣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講這個 你裡面殺這個人 我就覺得 怎麼說就沒有一個價位 沒有一個儲刑 還沒有政党 是要有奈醫藥 成政區重劃是要改善一下 再來 他怎麼會通 對不對 就本席剛才說的 這怎麼會通 再來 你 讓你贏家家 讓你合併 這也是造成什麼而已 造成是行政部門 公家部門 他的人事會精神 對吧 行政會精神 資源造成集中 這是他的優點啦 但是他的缺點就變成說 你資源變成沒辦法有效去照顧 就會比較散的 人口所少的地方 因為你管理事情的時候 你會經營比較多市場的 人口 比較多的地方的錢去擠在那裡 因為你為了選票嘛 對不對 所以這句話我是覺得有疑問啦 當然這個議員的看法 我們也是覺得很重要 但是要有效的治理 行政這個層級簡化 這才是我們的都市 我們的國家有競爭力很重要的 困難一定有啦 因為本位主義嘛 大家都希望說我這裡可以比較好 但是我是站在家裡館的地方看 未來區域要精衡發展 是有困難的喔 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家裡館現在自由 所以說全台灣 我們跟我們贏一個台東 所以我們以目前 我們的財政結局很來行的 以前你很來行的 我們230億裡面控管8乘5 結果呢 我們56%貴是人數費 社會福利又去 就70%去了 村莫10%去做建設啦 就是說你的行政7億 重劃整合 這本是有疑問啦 欸 當然會有很多困難 所以他們要再討論 第2點啦 你要說 要公平修正財政收支發文法啦 要公平修正啦 這個東西是中央 一個大廳3500億 就差不多3400幾億 只要逼得下去分的啦 喔 可以拿多少啦 正 你跟本學說 這時候依 這時候的財政收支發文法 中央 它分 分到國管市 應該是怎麼分的 股辦是怎麼分的 我們本來喔 統籌款的使用 應該是 這個調劑盈虛 就是好調到散 南南做一個 重新再分配 可以結付濟品 這個情形是這樣 但事實上現在 五六的年齊了 是真的 中央的主張 像你剛才說的 主張我當然是要照顧 那個人好多的都市的地方 所以兄弟喔 我們家裡的關係 會越來 M型的社會裡面 會越來越不利啦 所以喔 我們的主張這樣子喔 當然會碰到很多問題 所以 小英政府在講的公平爭議 我們就要看他怎麼去做啊 你要讓兵 他就要 我們的經過 我們的土地面積人口喔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那是真的 當然我們要 農到在政策啦 但是我的看法 是機會不大啦 國長 政府 你說這個目前 我們中央 這時候在分國管市 在財政收支 統籌分配會 統籌分配稅 計畫性補助 一般性補助 因為是根基 怎麼分呢 跟議關主是分多少 台北主席 府議長喔 我跟蔡英文報告喔 我們現在的 財政的 收支委員 法文法啦 到底是一個 我們 中央 財政的財政 在本啦 啊 我們現在喔 我們現在 財政的財政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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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偏低 我們都收30億而已 齁 所以 譬如說 保安市 13.20億而已 但是你如果看台北市 台北市 他自己的稅收 自己的財政 財政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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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的官 家的法律是有百分之十三而已 所以這是先天的不良 接下來 中央統帳部稅款的現財本方式 百分之六十一.七六 是本的六度 他現在是不是根據你一般的基本政策 努力財政 什麼彌補財政缺口 先去本 是不是根據這三方式 我們現在的本就是比例啦 就是六度喔 保證本百分之六十一.七六啦 對 我們管的十六管市到百分之二十四啦 所以我們的主要財源就比人家少了 中央本這塊壁 中央保障野菜是六十一 所以喔 市委會扭取整個稅收啦 所以這是股辦啦 所以行辦中央最近要在討論啦 但是 這個討論前九十幾年就討論到現在 對 像馬英九做總統就開始有這個 新版本出來有兩個版本 另外那邊一個版本 行進一個版本 我現在還沒找定案 這版本就是太多喔 所以每一管市包括台北市 他也有一個版本 你教育官你去建議的是建議要怎樣 我教育官當然 你教育官要建議的是建議要怎樣 對我們向優利的方式來爭取啦 中央他們都按照人口內算啦 人口到土地面積 到你的創稅能力 中央本都是有三的指標啦 但是這三的指標對我們來說是不利啦 因為我們的人口齁 如果想人家人家是 一個三百萬 我們五十萬而已 差六倍啦 人口所 土地面積 還有營業稅的營業額 這對我們農業官 全你不利的嘛 人口 賊 還有我們的 通常營業稅 我們這裡都農業官營業稅 他們營業稅的我們都會本賊的啊 所以我的主張啦 一定要為我們管理最高的的官營啦 所以我說人口 不可以只有人口而已 你人口裡面要有貧固差距啦 所以我認為說 那個家庭的貧固所得要它算啦 我們家庭的是偏低嘛 所以這樣才有平衡啦 第一就是土地面積啦 土地面積 你想台北高度開發呢 我們家庭是偏我的偏鄉 所以要有城鄉差距的因素啦 這些因素要拿到各國人的版本都不一定一樣啦 但是我說人口 那個下雪道的貧固利 跟駐來水的貧固利 這是基本的民生的問題 那一直算起來 新版本和古版本 那如果中央拆出我們的新版本啦 那我們可以整個本多少 我初步有得算啦齁 巧德 我們照我的算法小舟要幾十五億啦 幾十五億 但是這很多主力的啦 因為那種... 你認為會通嗎 你有去跟北冠市聯合嗎 沒有這些旁枯定那塊就是那麼大塊啦 對嗎 你高義官市高義官 買去工政廠你主廠這樣 人家那種錢 證明比較優利的現有在本的 比較優利的人家 對不對 這是不是有排輯效果 一定有排輯效果啊 你就是要有竄聯啊 不然你這塊高義官人幾十五億 就是要百里要去減十五億啦 他就肯定三千 我們三千這樣搬啊 對不對 都從三千五百的那個座以外 還靠到十八 八十五百九十八下來搬 就在三千那裡搬那裡搬而已 對不對 那你中央 贏錢還拿到多少 那你認認得不通 當然 我當初在這個案子齁 我有跟婚姻館 跟便當館館是串聯啊 齁 三個館市 因為三個館市 共同的現象就是稅收不夠多嘛 齁 第二就是農業館啦 齁 所以 我們的三個館市都聯合啦 但是齁 其他的館市 部調 建設不一致啦 但是齁 我認為我們這是 落實公民正義的一個方案嘛 齁 如果我們中央 真的要落實公民正義的分配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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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本社的看法啦 也是有困難啦 你以前 他說一百坑四年就好了 一百坑四年中央下來補助誰住收入啦 一百七十一的啦 一百七十一的啦 今年都啦 那時候阿哥媽英叫做政府的 現在我們小英做政府啦 今年的流來了啦 應該看類似都流來了 接著要出啦 還指定合謀 真正對教育官沒有幫忙 有敢啦 當然你要 整個要翻轉是有困難啦 因為這個圖給你安製掉了啦 但是我們去年齁 我們教育官提出電校的一個 一般補助館的射算方式齁 我們教育官去年有三點七五行啦 今年家要一行啦 但是我們不說 我們不發聲就沒有機會啦 所以齁 雖然我都 坉本的改貨 但是乎有消vo啦 這檔不到是 поifically監點去中央什麼故事啦 要哪裡去拚啦 不去法師傅 不去說 都無Enから給我們啦 最後呀 頑上捷錢後的就給它呢 沒差的話 我們當然是 館長跟幾下家計館票所給它呢 hashtag. 哈 啊又來啦 我說 我看台灣問題就是說 心得以防是30%的土地 70%的人口在那裡 還有你剛才說的 這六個圓圈 每個圓圈都是高石十幾石的立法委員 所以其實立法委員都很有力量 所以我們只是期待 不斷的在講 用現在的財政收支方法 是看人口面積給財政努力 給我們稅收 這種標準怎麼修改 維修維調 並不可以解決我們家議院 未來等担保的問題 所以我會說 本時要認同就是這樣 所以我感覺說 把行政區重新化分 我是建議不只有雲家家 我是建議說 台灣大概分10個行政區 不管你是叫做娘子 或是叫農業直銃吃 或什麼特區都不怎麼樣 你就是要唯 台灣每個分 這樣大家才有一個公平 一個起點 這樣我們才有救啦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就是希望 民進黨能夠秉持 公平正義的一個原則 讓我們每一個管局都可以均衡發展 以前是中北侵南 現在不可以中南侵白 我們這個不中不南 隆中無前途 當然要變成行政區域重新發分 是兩個方法嘛 這是中央政策定就是這樣做 一種就是對地坑拆起來 我們上面就是地坑拆起來 所以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也是要繼續努力 跟我們才會有 180度的270度 這寬轉的力量 所以我想議員對災情 議省建議來行 我現在在講述的這個東西 也許並不是在我任內完成 但是未來一定要怕這個 不然我們人口 70%至30%的土地 一定是他們分很多 所以英文齁 我們都沒有希望 沒有看到未來 所以這是我一向的主張 我會再努力也希望議會支持 一定給他支持 拿回來錢 一定給他拿回來 我們希望地方不要變成 均衡發展裡面的一個犧牲者 對 局長 現在第二點 我們探討 財政收支法分法 你說可以多15億回來 但是本事是看 這個還在背 還在空中在背 當然要去努力 不可以跟我們按這個 再來 你說要修改公債法 好 公債發展目前 當然 中央贏市 他的公債 他在算的比例 他是用 每一年財政部核定的 對不對 核定說 你們今天 台北市 可以多少 負責多少 所以相關 可以借到233 對不對 中歲數 跟保留盈利 以前年度 會保留盈利 我們館期的 剛才 幾點 以前百分之四十五 現在 優到百分之五十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 對 公債法 是 一百公債年 有修改一次 但修改之後 對我們館期 均衡不幫助 那就是 替禄斗的幾套 對 因為禄斗的GDP的比例 減百分之七點六五 如果這樣算起來 我們的一年的GDP 才有十六趟 所以禄斗 有辦法就 就一 一趟 還有兩千多元 我們 過年 十六個過年 有辦法就 就百分之 GDP 1.63 最多 兩千六百元 那是重的 對 那是重的 那是重的 但是重的 對我們家儀館 就沒有幫忙 對嗎 那是剛才 你說的 這是重的 現在重點 是對我們館期 特別有影響的 就是這百分之五十 我們現在有負責多少 我們現在負責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不算 現在公債法都算重的 對 一年最多 對 一百五十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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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對 對 對 你現在 你改了 你現在說要負責 負責 負責 起來 百分之八十 你說這個 是不是主張 要負責八十 對 這樣 可以選擇幾個 以我們加以負責 以負責 以負責三十億左右 米雷牛牛起來 多了三十億 我 欸 提款百分之三十 是三十億嗎 九十億 啊 我們這時候 我們這時候 還可以選幾億 他這時候 沒收益 沒收益 百分之五十 我們可以選幾億 我們現在 只要百分之四十五 只要百分之四十五 這樣一年 三百來講 多十五億就夠了 啊這尊 這尊 這尊 我是說他這尊 對 我們要上線 哪有幾億人就夠了 還沒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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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四十五億就要監討好 有監討好 有監討好 45%就要監討好 就要監討好 我們這就是類似監討好 對不對 我們沒有穿宜蘭關 沒有穿南刀關 沒有穿 那個廟力 不是那個廟力 都破壁了 啊起來還有十幾億人就夠了 啊你現在 讓你尊 讓你修改下去 你說可以多少九十億 對 啊 再次不用行 要行嗎 當然要行啊 但是 如果啦 所以 我們就是 我們就要改善嘛 這現在館長不行 後來館長不要行嗎 就是要 也是我們的負責 台語官員負責 就是這樣啦 這議題兩面啦 你如果就是要來建設 帶動我們的經濟 這也有稅序 還提及的報 啊 齁 啊如果 如果你把它拆掉 這樣就是會發生 債務的問題啦 當然 那要用 假名的來 做導致性的 這樣對我們教育才有幫助啊 當然喔 這就是議員全都在說的啊 說錢要用在刀口上啊 對不對 其他議員全都在說的啊 是不是 本市 本市就是覺得說 本市這幾點也交議官做的政府啦 公告這個政府的問題啦 本市在這裡實在要堅定 上官長一下啦 齁 那公告這個政府 我真的要堅定 他 他 上次五年啦 這兩年七年喔 啦 交議官的負責啦 交議官的負責啦 對李阿警 做官長 有交一個單官長單名門 館長的時候啦 我們現在說一年上的就好了啦 齁 不然 這兩期都會說 因為第一期的是貼賭的問題 也是算那個人齁 八十億的李阿警就交過 到館長的時候 六年啦 一百八十四啦 負責啦 加議官啦 館長 館長剛好 剛好幾 還要一百億 我算成都會負責 加議官負責 加了一百億 九十九億多 齁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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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中喔 這個當中也有承那個 農民的建保會啦 我知道 不是 我現在是跟你說 實際公務醫生而已喔 我是沒有跟你算 種的醫生喔 種的負責喔 種的醫生你還有特別醫生喔 你知道嗎 還有特別醫生 還有優惠存款 要承那個喔 還有農民耶 什麼 做的家家是兩百幾億耶 那時候 當館長是 一百六十八而已耶 李館長是 一百六十八耶 當館長是 兩百八十六 兩百八十六 啊好 靠到特別醫生啊 不要誤行優惠存款 不要說 我們說公務醫生就好 也一百八十四啦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四 我只要一百 土地 不會 開公用 開公用土地 不會十七億萬 剛才不會土地十七億萬 啊 負責 增加要一百億 啊做八年 啊 警官長算讚啦 如果要比較起來齁 警官長如何 還沒有政家 什麼負責 到他這時候 也是要政家 政家 負責公務的一百九十億 做七年 多政家 也沒有貴分的 啊他還行 這個優惠存款二五的耶 齁 雖然那是中央的錢啦 但是 警官長你也可以不行耶 對不對 這有排氣效果耶 特別醫生 特別醫生的時候 你也是有減的 本來 七十幾億的行 像十八億 像共產大學 那邊還沒開發 還沒賣掉 我的土地 只剩我而已 所以本時候在這裡 要把政官長固定 真正的 你有那個心啦 你如果要把它摸下去 也沒關係 但是你 就有那個心 要好好啊 把家裡官 這裡算財情顧好 這點可以看出 很多負責 先去想 你真的 說一下 你說긁收錢 結束了 一直在開啦 慢慢在開啦 帝書說這個情形 你能這樣算很好喔 如果要跟領域管領域算很好 本社的看法是這樣 我再一次感謝這個蔡議員的肯定 不過我想齁 這一個財政稅務齁 創議員很來行齁 所以應該把這種想法分享給每一位議員 知道一下 不是 我要講出來讓大家知道 就是要讓大家分享齁 我今天在這裡講出來的 我不是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是絕對這個事實 絕對情形 也真的對你很困難 我今天在這裡接送出來 也是有一些改進的 也是要一些給管領困難的 一些要給管領建議的 一些要你改進的 我再說一下齁 我這是通報性 我沒有說個案性 因為齁 財務齁 因為我們每年齁 陳委 陳明穩縣長的時代 會增加債務那麼多 就是說我們每一年的稅入稅出 事實上差短齁 以前都30幾億 我們現在齁 整個開支之後 也要還有20幾億 21.6億的差短齁 所以每一次要欠錢 你就是一定要去照顧 照顧就變成縣政府的債務 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盡量不要再留子孫 而且會讓後面的首長下來 也會更好做 但是陳縣長的時代 是因為我們的差短就是 確實都存在 所以你要做八年就是這樣 當然那時候的時代環境不一樣 對 那時候中央的補助款 那時候中央的生活 那些錢不一樣 所以齁 也不可以說完全以偏概錢 對 但是數字出來的結論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齁 圓仔市裡面就是台南市 它的負債也還得很多 這個我想他們 他們我們的台南市民也會肯定 那嘉義縣事實上 我們就稅收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行是很困難的 二十五億是補助款 但是它有指定用途 所以你如果不去行那裡 當然是可以 但是也變成排擠我們其他的 其他的 我們行後 也排擠我們其他的用途 也排擠效果 你不能行行 你要高利息就好 你要負擔利息 你就也不能不行 但是我覺得 比較有 政治是良心的需要 對 這就是要負擔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 四十幾億 我們大概都是 把這個 開發工業區 限制 特別預算 我們把這個特別的 自常性的 自常性的股債 都先把它行掉 行掉之後 重新出發會比較輕鬆 一個政府 可以比較輕鬆 所以 我想這個債務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 跟所有的議員分享 就是說 剛才你說的重點 我們的錢 要放在刀口上 但是刀口上 基本上 我們應該要做的 包括社會福利 包括建設 這是固定的 一定要做 所以我那天 有每天 都把每一間市 偏出來 比雷 計算比例都有報告 其實嘉義縣不管 教育 社會福利 農業 文化觀光 我們都會比其他縣 做的比較多 所以並沒有說 對我們嘉義縣 這些照顧基本縣是不重視 但是村的 你一定要說 可以培養歲月的 投資性 投資性 所以要永續性 所以我一直跟議會溝通 就是說 不要覺得是說 啊 絕對這個 那個 法務官沒有那個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是你的 一個主政者 做一個管理 這我也做管理 有機會做管理 我也想 我的施政方針 我的重點 要放什麼 我的錢要放在哪裡 這是你的行政裁量 也是你的重點 你要注重嘉義官 要把它做到什麼程度去 對嗎 當然 你說 當然 大行都要注意 要用 你說小孩 什麼教育費 什麼也是要的 但是你 你有你的施政主軸 這是你的生日方針 其他議員在說 保護官 他本社的人員 也不一定 你也不一定不對 我們說出來 你也不一定不對 只是說 這東西放下去 它的效果如何 它的效果如何 所以你說的很正確 我們很喜歡像這樣 很歡迎像這樣 議員跟管政府做這種 理性的溝通 探討 因為我們共同的 目標只有一個而已 是嘉義官 要怎麼優惠做完 做理性的合理的分配之後 可以投資 可以有未來 這是我關心的 我提出來的政策 也許還有值得 這個探討的部分 但是我希望大家是 理論的溝通 所以我相信 像議員這種方釋 我就非常非常欣然接受 也謝謝你的肯定 我一開始和你 真的要探討 你如果做七年多 你不要一直講 我剩下兩年多 應該說我第二屆 第二屆還沒有過半 只做得快要兩年 不要剩下說兩年多 兩年多就表示我還沒有過半 我還有很多可以做的 再來 你現在 一本社的看法就是說 你嘉義官 擔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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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從行政區 要靠行政區 從何 以後看 中央的支援 會分配 我們贏 財政收支 法文化 可以改變嗎 可以多擔財 得15億 再來 公債化 可以收解嗎 多擔財 你想的財源要來 完全都不是操作在我們的手上 公債化你要行 舊舊要行 財政收支 法文化 那下來 會排擠效果 不知道 15億要來 不知道 民國幾年 所以本社是覺得說 我們有辦法自己開創的來裁員 自由財產的部分 反正 要認真去思考 對這方面下去 思考啦 重點不要在那裡 當然外面要清楚要清楚 你要對這方面下去思考 這方面 謝謝議員 我相信我現在在做也是這樣 多管其下 一方面 向中央盡量要求 爭取 財政收支法文化修訂 因為他有提出版本 那我們有意見的我都有上去 去委員會也好 去中央黨部 我都有去講 另外公債化 在第一期來 因為都市場的立法委員 怕我們的角度 立場是不一樣的 所以為了他們自己的 本身的理由 不一定都會同情 同情我們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創英文政府 就是 讓人民很大的 我們期望他很多 我相信他也會給我們 善意的一個回應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 在公債法部分 能夠有修正的空間 但是最重要 還是要靠實力 就是說 今天 川普動算後 大家煩惱到要死 有死後就做得更好 還是川普做得更好 其實你們兩個 什麼人做 都是只有為 美國的最大利益 他們絕對不可能 為了你台灣 說 你支持 你心裡想死 他就來支持你 但是我們要去想 就是說 台灣有什麼 他覺得說 沒有台灣的利益 會減少 實力才是最重要的原則 所以我現在所做的 提出來像議會報告的 不管是博物館聚落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相信說 這是我們可以 永續性的 有投資性的政策 所以我提出來 像議會報告 也是希望 讓議員了解 溝通 可以支持 因為我們不是要課 拳頭 人頭政治 我們希望 大家都是同一條心 你的時政空間 你的時政空間 這個機會可以進黨 我們才可以同心 往前走 沒有 加議官的 基本條件 實在是很困難 很壞 我們現在的主要財源 現在是不是 本事要看 今天都偏 是不是就30億 對不對 對 差不多了 你講怎麼報告 這樣 中稅率13點幾 13.32% 剛才贏 一個台東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連江市 都贏這三個 剛才贏這三個 離島 離島是比較困難 但是離島建設條例 可是金門 是50幾% 當然 所以只有一個 配合 給媽媽做而已 這三個 我們 自由財源的來源 是怎麼來的 這個 社務局局長 蔡王報告 我們在開發 我們在大包米 跟馬祖後 如果都開發完 可以 賺財 地價稅 跟房子 可以多4億 一千多百萬 到現在 我們的大包米 到現在 一百坑一年 到現在的稅收 增加有兩億了 我看今年的資料 有請到 你一年就要五千 五千萬 所以 這就是 開創稅源的 一部分 你說的就是 第二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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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有貼 今年貼到多少 多少 三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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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 但是 第二價稅是 第一價稅在貼 對啊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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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萬 我們一萬 一千多萬 對 對 那房子又稅 這次 是 所以 賺到一千 一千 一千 出了 所以 你只要四千 一四六分耶 我們館的四千 四五百萬而已 我們四五百萬 對 還有 土地增值稅 現在中央在打房 還 暗夜也收不到 這地方稅 完全都難得也沒有 餘樂稅也收 剛才購一個白教稅 白教稅十六個幾個 白教 十幾個 就購了 還有一個罰款收入 加加 三十億 為什麼 房子稅現在在貼 不是 房子稅在貼 待在南七 人家追溯到九十九十年去 那些算了 多二十七億耶 多二十七億耶 對 自己的困難 不需要 擋個腦筋耶 還給他當我罰不錢 這是什麼 這 你敢不來管 你有建議 這是這樣 你說的 房子稅的調整 當然 我們現在都有旧的標準 我們現在 你的企業 加到五六萬以上 一倍 但是我現在 旧的企業 加到八千五而已 八千五 好像是座的企業 差到很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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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和行為是 都要求說 你一定要做調整 所以 座本的館市都有調整 我們也有調整 但是 我們調整跟 台南七 做法不一樣 台南七 是九十年 他追溯 他追溯 還要九十年 對 我們就收集 不祭王了 對 對 我們就七月 以後期 這公平也是 算館長 會對八千 我們對館長的一個 關懷 一個責任 不過 這樣 稅收減少 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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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會 我覺得這也很矛盾 但是 要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調整 這個 跟我們的經濟 調整 要符合 當然 政府的稅收 但是 政府的稅收 但是 政府的負擔 對啊 所以我們在考慮 這些 相關的 因素 不是要增加稅收 一度而已 另外 我這個標準 是跟 分林 加義市 是同步的 我這個 調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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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度 是他們這些平台 共同關係的 所以不是說我 加義官的標準 跟分林官的標準 沒有關係 是都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經濟 差不多 只是台南市 一樣 接受 調整 這樣而已 我覺得 你來 官的 這裡 做局長 做財政局長 現在 加上 現在做 稅務局局長 檢查會 你在這裡 已經很了解 對加義官的財政 很了解 加義官 當然 要可以 脫脫換股 經濟 可以更好 本省的進度 延伸尾 是說 提到你 三個工業區去開發 齁 三個工業區 開發工業區 也不一定說可以 就代動多少 他是增加 救援人口 再來 營業稅 交去中央 還要照畢業本回來 賺這幫助而已 沒有什麼 賺到的 效果 完全要割 自由財源 自己去籌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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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省就是 你回去想看 想看 有什麼 可以 撿稅 可以增加 稅收 阿哥 八神 不可以 馬館長 你 想看 後來 報告 看 我來給我們報告 我現在 有 請保管長 曹寶有 動議 要收一個 土石採取 景觀維護 特別稅 這就是說 我們 國豬 蘇進 起來 途風 賣出 我們就撿稅 這撿稅 這應該是 不會造成 民怨 因為 你的賣途風 賣出 你要 蘇進 一定破壞我們的建設 當然 我們把這個 補給算起來 大概有2500塊 2500萬 2500萬 對啦 當然 這是 我們的 開源的一部分 當然 我們 最近的 財病的 迷你小學 或是 我們的 貨獎的症病 這也 間接減少人事費 相關都有在控制 這點 本來是覺得 對自己 我們有辦法掌控 才會進行 辦法 比較好 不然 前來 還沒錢 結果自己 可以 怎麼處理 還沒辦法處理 要完全 靠中庸 靠補助 這不是辦法 你知道嗎 我的見解 是這樣 但是 基本上 我是認為 六島跟非六島 台無法 這是 跟我們當公民 這是 比較不公平 應該 國獨 這要去開會 要去說 這管長要去反映 去行政院會議 管長你 行政院院會裡面 有 現在有你的威募 以前不是 你行政院院會議 我問說 五島在坐 現在說沒有 說沒有 我們管事業都沒有 現在有沒有 行政院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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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出很多次 都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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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行政院那位 是可以坐二十幾個 靠著政府院長 秘書長 還有六都的市長以後 剩下的位置 十幾個位置 剛好給幾個部會部長 所以還是沒有 所以我現在是說 還是一直說 沒有 我要去參加行政院會 我爭取參加行政院會的重點 就是說 行政院會 是每一個部長都在那裡 我們可以直接讓他知道 這些問題 了解問題 跟我們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是我要挨的 我們現在都是安排 縣市長到民進黨中央 總裁會去報告 我是跟他嫌疑 這就沒有關完來 不能 我不能面對面 解決我的問題 所以我還在努力中 因為我們家的關係 是修管期 我還要幾點 我是 不過剛才 剛才議員在說稅 我剛才有個感想 其實國家的運作就是 靠 經濟發展 人民 會交稅 才會讓他有 這個預算 可以去讓國家運作 然後去做公共建設 所以這是我們繳稅 但是繳稅也是一種心理學 剛才我們在說 地價稅 萬五稅 我們的局長 跟我們幾個相關部會的處長 主管來講的時候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後來 我是覺得說 我們就逐步漲 這個地價稅 跟房屋稅 對我們家議員 很知道 我們的身體狀況 我們的環境 我們打得太兇了 回溯到以前 那個會變成 殺機取卵 因為繳稅心理學 你如果跟我講一講 要欠多少 或是說 遺產稅 你一增加 我錢就放在外國 你給我減少 我錢就會回來 這個繳稅是心理學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剛才知道 我們並沒有 房市暴漲的情況 我們現在需要是 開闢稅源 所以我們要適度的 這個增加我們的 地價稅 房屋稅 這生生不息 這個觀念就是 生生不息 養雞生蛋 所以我們當初在開會的時候 我希望 地價稅 增值稅 能夠適度的一個調整 但是可以吸引大家來加益 如果要說一次 現在我像你們說的 都像兩年完 我就現在都要狂說 觀眾 你我中英企業 中英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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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一個企業 你有辦法看得那麼好 再來看這個嘉義官 管政府 又沒有成家 什麼負責 又有辦法做青年 又有辦法建議 你實在不簡單 我才會 這個可以均定 謝謝 我還有一句話 我想要請教你一下 你都要那個 口頭施政報告在後面 說文化責義 什麼文化建設 我們嘉義官 就要 你後去日本 後去 後去 德國 後去法國 看什麼 去處境 看得很好 阿嘉義官 你說要走文化藝術 文化觀光 這是你的書正主軸 我真的有話說 本來也是 這建人建制 本來也是 支持人動力 當然 人家的議員 看法不一定一樣 但是 你有說到一句話 你說 這是文化建設的部分 責非一處可及 就是說 不是說 不是我都立甘正營的 是嗎 本來要請教你 你要什麼 博物館 藝術 什麼 做什麼 那裡有說 就多久做得好 兩年 還是一年 我當然希望 也是在我任內 能夠給大家有感 因為譬如說 今年 今年我們的觀光旅遊人次 已經到年底 會破 差不多六百萬 所以這個事實上 在不知不覺中 它是在成長之中 文化觀光 不是只有講文化 好像大家會覺得說 請林議員說 怎麼不來做我們 森林運動公演一下 這個東西它基本上 要有幾個要素 譬如說 我們是因為故宮來在這裡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重心先集結在這裡 你不要假意說 太高了 不是請假意 是說 我做在這裡 大家都有感受到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人好到這邊來 在附近 能夠讓它有 岩石旅遊的效應 岩石旅遊的 我希望兩年內 兩年內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步的成果 譬如說 我們如果在後年有辦燈會 我們現在這裡有七間的理館在這裡 能產生那個效益 我聽到那個江美容議員說 什麼五粿魚存十八塊 齁 啊 薩麥魚現在也都燒下來 整個都燒不出來 啊 爐子也已經都下來囉 薩麥魚怎麼存三百分 不到本錢 整個都下來 啊 啊 嘉義那個山區一邊那裡 油浪客再照他囉 齁 啊 日子要過耶 會造成這樣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 我們 中央政府起來 不需要人動這個 九二共識 啊 所以地輸了 大陸外油客 我們不需要來 人家減照 啊 啊 那你就會 對嘉義官 農業官 農那個 第一次英雄的 看多大 管長你會看我怎麼樣 當然 兩岸的問題齁 這是一個政治議題啦 啊 民進黨的政府一直就是 我們 不 齁 我們是小英政府的一項的主張 啊 這是對是不對齁 或是說 積極向中共齁 齁 要靠攏 人來到路客 路客來台灣這麼多 都有兩極的看法 齁 啊 團客這麼多 齁 啊但是呢 他的狀態這麼低 是不是 可以讓我們現在的觀光旅遊業者 真正賺到錢 這也是 值得大家探討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看新聞報告啦 說 這個 今年 都 只有這樣 路客 減七十萬到八十萬 他的經濟效益減四百億 對 那是經濟台灣 喔 台灣 但是我們嘉義官 因為目標大 路客人來一定都會去阿里山嘛 所以 我的感覺是 對我們應用 對嘉義官 應用那麼大 齁 那是我在經濟新聞看的啦 齁 說產值可以增加十四億啦 齁 那是經濟效益啦 啊 那什麼 那是旅遊 啊 行政院那個頒本說 我們的 說那個 國民旅遊卡 那萬六塊 說要開八千 一定要開去 那個人口水比較少 對旅遊比較壞的 的地方應用比較小 說出來 公務政府 得四十八萬人 算起來嘛 那是四十億 加起來也五十億 要找車薪啦 公務政府 有在補這個 但是我就是覺得 沒什麼好過 沒什麼好過 你會看怎麼樣 現在當然齁 一條龍的旅遊齁齁 是帶來量很多啦 但是值 是值得我們大家去探討的齁 因為他們附的團會齁 大概基本上還是香港 或是大陸那邊齁 他們的旅程舍賺走啦 其實我們在地齁 也沒太多什麼錢啦 當然看得到很無沙沙 這樣 風浪超過 這樣齁 沙沙沙沙沙沙沙 沒什麼啦 當然 沒什麼像你說的 這樣啦 有啦 這就沒關係齁 那我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當舊人愛魚面外 齊十萬魚的七座 幾個都很 很會 很會叫啊 明年不知道要怎麼 齊齊這麼多啊 不知道 到時候 我說農業處長在這邊 還要騙你保守 所以我們要做的方法齁齁 這是希望農業能夠轉型 增加它的競爭力 要轉型齁 基本上你就是要做品牌的農業 它的價格是不一樣的齁 沒有 關鍵 你是一個家儀館的館長啦 齁 你不是民進黨的董主席啦 你如果民進黨董主席 你能夠說 你就不相信九二公司 對不對 齁 你只能有承認九二會談 齁 有這個屬心而已 你是家儀館的館長 你的輸科方法要不一樣 你是專管管理 八是在基本的生活要顧好 要先顧目睹 才會顧佛祖啦 你知道嗎 為什麼是因為說齁 中央人去開會的時候啦 民進黨我們裡面 你們裡面那個中央會在開會啦 大陸政策 你要叫他們拿出來檢討一下啦 有速度看是不是這樣 沒有啊你們就會啦 齁 全部人這邊抓喔 全部是要抓喔 當然其他館長很多啦 他是到後面 他本是在前面 他搖擺做那五六組 那五六位 他整個做一個案 他講的話 他去演講是出題 演講法的話 那些藍領這次 北人的藍領這次 整個都擺 他也是為了說要顧目睹 他也不要為 川普就是說 他不要去做世界警察 他美國不要去做世界警察 不要去把顧三人 他自己製造一下 那邊吊吊吊吊 你們大家的人都有頭路啦 他就是因為在外 結尾 比較整個起來 民調本來說 贏兩拍 要翻過來才能 這樣 所以本社是覺得說 現在的調柔變成這樣 你如果去中央開會 有時候要建議檢討這個問題啦 當然 我是覺得說 有可能我高下飛飛車啦 我高下飛飛車 講幾講啦 但是 我們這個心啦 我們有講出來 你是館長啦 有時候要講一下 好不好 議員 我的價值 就是嘉義優先 人民最大 所以我會做 對嘉義 所有人民 這塊土地最有利的 所有的政策 所以 有些政治問題 我們不適合講太多 還是站在行政的一個立場 對 我去顧家儀館 這個發展啦 所以包括旅遊 我們並沒有去反對 募客來台 我們歡迎任何一個國家 地球上每一個國家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 不能夠一個 所有雞蛋放一個籃子 所以我們現在 管政府在做的 不是只有國旅 包括日本的修學之旅 那所需也很嚇人 包括東南亞 包括越南 最近也都說 有LCC連架航空料 還有MICE 會展中心的 這種旅遊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都一團一團來 就是希望 嘉義具有那個魅力 有那個實力 我們主人不一定要看人的白色 比較去吃青 所以我想 我們嘉義官 會嘉義優先 人民最大 永遠是我最大的一個價值 對啦 希望觀眾 好 謝謝 好 好 好 請教農業處長 出長 請教您 昨天李國勝議員 他有問說 那個熱活有機園區啊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當初土壤的檢驗 水質的檢驗 檢驗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是什麼時候做檢驗的 印象中是在98年要出社的時候 就有 就有 就有做檢測 那那時候的檢測結果 有符合我們有機農業的標準嗎 有啊 當初的都有符合 不叫都有 因為有疑慮的我們有排除 什麼叫有疑慮的有排除 因為我們這邊是雲嘉南地區 都是地下水 就以前 就我們在講的那個 含生量 有個背景值都是比較高的 含生量 對 所以那個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你再說清楚一點 因為要做有機園區 絕對是土質水質要做檢測嘛 對 可是那個在台塘的土地上 我會這麼講說是雲嘉南 其實它有個背景值 就偏海線的一帶 不是啦 我現在只是要問你說 我們當初檢測 我們這塊熱火有機園區 四十五甲地嘛 那它的土壤水質 到底有沒有符合 我們有機農業的標準嗎 那你說有符合嗎 有啊 有符合嘛 然後你把資料給我 然後幫我放一下照片 這個是你們的評選須知齁 第四樣說 乘租者因自行檢驗園區內土壤及水質 是否符合有機災值的標準 如需進行改良作為 英語投標文件中提出改良計畫 所以你的這個意思是什麼 跟議員回報 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們早期在折紙的時候 就選擇這個地址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做過檢測 早期選擇地址是誰選的 應該是我前任 你的前任 對 因為那時候我來是接手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備註這個 就是說 你要做檢測 因為不是只有我們單方檢測 因為也要投標廠商 他自己也來做檢測 那您後來 你要在辦這個標案之前 你們有在做檢測嗎 這個部分我沒有 你們沒有在做檢測 那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是有機園區 然後要向標 你如果知道說 他去檢查 如果手上 而且為什麼是 投標廠商在投標文件 就自己要先檢測好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 所以他自己要先去檢查 檢查那個土壤 這很像 就是說你自己要做好身體檢查 因為這部分 那應該是嘉義縣政府 要先做好身體檢查 不是說我檢驗了 我完全都符合資格了 再去招標給人家 那你現在可以保證說 都符合有機農業的標準嗎 跟議員回報 這個部分原本就是 我們在 我請教您 您現在 您保證說 目前這一塊地 都符合我們有機農業的標準嗎 不是全部 因為當時 所以您連您也不敢保證說 這一塊地有沒有符合 可以做有機農業的標準 跟議員回報 這個原本就是全責要區分 是自己要來投標的廠商 他自己要做 三妹 你要開發 你的標案就是 熱活有機園區 應該是 你的先保證說 這塊地是沒問題啊 告訴你自己有廠商來投標啦 假設今天有廠商來投標 結果他標了 發現說這塊地不適合做有機農業 我想請問你 我們標這個土地多少錢 要多少資金 跟議員回報 因為為什麼 我請教您要多少的資金啦 預估啦 預估要多少 要三億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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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園區 要檢查出來 覺得說 這土地快點有重金屬 我不符合 土地 土壤 或是水質 有符合 有重金屬 不符合有機農業的標準的時候 人家掉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不是說你開發 你開一億完 下去開發之後 然後你就現在說來投標 你自己要標的 怎麼會這樣 跟議員回報 這原本就是全責區分 為什麼是只有 我們檢測不夠 還有投標 你沒有在檢測啊 那你們現在 嘉義縣政府在去做檢測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喔 那什麼時候可以檢測出來 沒有那個 那個好在做啊 什麼時候嘛 你跟我講一個期限啊 因為您比較專業啊 您知道說 如果我們檢測 多久可以檢測 有檢測結果出來啊 基本檢測 大概應該是兩三週左右 兩三週 所以那 我們下次 臨時會之前 應該就可以知道資料了 也可以啊 兩三週 我們十一月二十三 今天十號 這兩個禮拜 可以知道答案嗎 我們定期會最後一天 十一月二十三 應該快速檢驗可以吧 快篩 如果是重金屬 可能還要久一點 好沒關係 反正你 你就看你們什麼時候做檢查 我要你把所有的那個資料給我 而且要包括說 你要先提供 因為我要資料喔 那個 當初你們開始做這個 樂回有機園區的時候 當初檢測的資料 好 有沒有符合 然後你順便把那個有機農業的各個標準要給我 這樣OK嗎 沒問題 公開資料原本就可以 好 謝謝 然後要記得要做檢測喔 館長 我要請他做那個有機農業園區檢測 這樣可以嗎 就是土壤有沒有 因為為了我們宣明嘛 你既然做這個有機農業是在我們嘉義縣喔 我想是保障 我覺得這給我農業處他們的業務 由他們自己去做 好 行政處理 好 謝謝縣長 縣長說OK喔 那麻煩你 好 謝謝 我請教教育處 處長請教您喔 我們現在 我們嘉義縣的 學校的午餐廚房 有使用鍋爐的大概幾間學校 代表主席 我們代表副議長 縣長 還有副會國的同仁 各位議員 大家好 感謝請議員對我們這個 學校的午餐 這個廚房的關心喔 這個 有八十八斤 有鍋爐的 總共八十八斤 是 那我知道喔 依照我們職業安全衛生法喔 其實我們要操作這個鍋爐 都需要受訓練 對嗎 這個 職業衛生法喔 你告訴我是不是就好 是不是要操作這個爐具都要受訓 要有一個職業安全的管理人員 是 我們現在嘉義縣有嗎 我們學校裡面有嗎 目前 現在輔導階段 我們現在是在引領教育部 它比較四月份 比較穩 所以 教育部有 統一定的規範 現在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嘉義縣怎麼做 現在先輔導各縣市 要先成立 示範學校 我們有成立示範學校嗎 都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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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高中 都兩間 主持高中 都哪裡 國小的部門是在和睦國小 說謊 你現在打電話給和睦國小 這 你現在打電話給和睦國小 這沒什麼說謊 對 你現在打電話給和睦國小 不然我來打 好不好 你確定和睦國小 是現在的輔導學校嗎 和睦國小 我們國有時候這兩間 沒問題 規劃 現在是嗎 已經在進行 已經有在進行 我看一和睦國小問問問 對不對 我不知道議員 你是問 問什麼人 我辦午餐的 好時 好時 辦午餐的最清楚吧 沒有 這個這樣 我要說 議員 主委衛生法的規定 並不是針對 這個午餐的部分 它是學校它是納入 它是扣到使用作對象 對啊 整個去負責 欸 那個爐具 你竟然不是用那種專業的人員 或是沒有受訓的下去操作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那個是學校老師 整個很嚴重的問題耶 沒有 議員 然後你現在跟我公然說謊 說什麼和睦國小事 然後跟主席跟 我明明就問 我剛剛有跟你說 我相信在開會之前 我跟你說 我會問 我說你有確定 你才會回答我啊 我有求證過啊 確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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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歲啦 來 那個社會局長 你們有去機查嗎 他們學校都不符合 你也有去機查嗎 欸 包括議員 有關於那個 這個機查的部分 那個 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面有規定 就是說這個權利 是在中央 還有六都 那我們這種被指甲式的縣份 那就是由那個衛福部那邊來 來機查 由中央下去做機查 對 然後我們縣市政府都不用管 我們縣市政府在這 是嗎 我們縣市政府在這方面 我們做的是 預防教育的工作啦 那預防教育有做嗎 我們縣市政府有做嗎 我們預防教育的部分 我們會有 會開一些的 那個 研討會說明會 有開會了嗎 我們有 有針對職業安全衛生 開了一些的研討會 還有說明會 針對學校這個有開會了嗎 學校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說 針對學校部分 來特別的來開會 那所以呢 教育署長有嗎 我有 不你我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教育部是引領 職業安全衛生法 擴大使用對象 所以在四月中 比較正式行門 來輔導 縣市成立 那個示範學校 當然那現在不是廚房喔 它是整個校園喔 那個校園 包括實驗室 或者是自然科學教室 這些都可能 沒錯我知道啊 你這邊有寫說 只是培訓學校相關人員 需要一筆受訓的費用 所以不是 然後本線 來 那你有沒有邊預算 沒有啦 沒有啦 請教你嘛 我們現在要什麼醫生嘛 你記得你死完的時候 你就收到公文 你有變醫生嗎 沒有啦 因為這是三年來啦 對 是這樣啦 這不是說一定到每個廚房 有這個檢驗 這不是 不是 不是 擔任操作的勞工 每三年至少 需要三小時的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並取得操作人員的證照 對 所以是三年來嘛 所以這只有 沒有中央跟 統一政黨在扶桌而已 所以你有變醫生嘛 我說你四月收到公文 你今年有變醫生嘛 要訓練這些人嘛 因為這這部分 你告訴我有變還是沒有變 沒有 今年是沒有變 沒有變 你去做什麼 不過我們這個可以 學校午餐會來適應 這可以 這可以 學校午餐費是要好好自己出錢 這個我們館長有在 便醫生下去訓練 午餐費 小孩有餐就已經不夠用了 還要叫好好自己出錢 這樣怎麼對 這是學校單位 所以當然有限度可以補助啦 不過這學校是可以出現的 那你沒有變預算怎麼補助 沒有啦 學校本身午餐就是可以來支援 社會上官員 我覺得這一個 關心於學校就是孩子的安全 包括老師的安全都是耶 不容許一個事件下去就發生耶 不是嗎 我知道 那既然四月份你就收到公文 知道這非常的重要 你竟然連預算都沒有編 沒有啦 現在是這樣 怎麼退卸責任的時候 為了這個學校 每一個學校都知道 很多人都很困難耶 大家都去不看耶 我知道啦 包括對於那個低收入 或是付不起營養午餐的 都是跟民間募款耶 怎麼可以政府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要靠民間下去做募款 那政府要做什麼 這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還是想說 部裡面的規定 我想我們大概也會 向部裡面來爭取經費啦 那如果說學校尊有困難 縣委還是會來補助啦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我們會再做評估 因為現在也是在福度改端啦 對啊 所以我想我們三年的期間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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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偏偏醫生,你偏偏,你跟你來用 他們的午餐的保養跟刮骨來花在樓盤 不然就是這些學生的活動 你這什麼事不告訴我,你跟本市交代 你這什麼事不告訴我 我們學校午餐的縣乳還是有部分的補助 所以他可以用縣乳 有補助就是補給學生 不是補助你這人員的訓練 你補助生的困難 他在給他們吃得好 你再把他拿起來 這個你可以偏偏醫生 你不給我偏 你把這些小孩子 他們說五餐,他們的錢 你把他拿起來 你良心在哪裡 我記得是這樣 你不是我們教育困囊的樣子 不是這樣說 你不是我們教育困囊 所以你沒有出路在這裡讀書 所以你沒有考慮教育困囊 他們五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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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 他們這些營養的問題 這樣你這個 你的心態這麼不得 我認為你的心態要改 你一定要由我們教育困囊 會帶學生 下去把我們盡量看在哪裡 給他們 讓他們吃得好 影響不夠 他不是這樣 特色他們的反應 來補助委員會來 補助委員會來 補助委員會來 我相信你騙他 我們財助 我們館長都一定會同意 這跟中央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你就是要理就要下去 行辦法 就是處理這些錢 你不是他 行辦法 為這些學生 為這些小孩 會辛苦 會利益 拿起來 這樣是真的要不得 是啦 因為我說明還沒了 因為我們這個 變國辦理的方式 我們現在也不一定要 我們每一個廚工 或者管理人員 要去主業訓練中心訓練 我們現在還是跟主業訓練中心 在磋商 我希望 我們可以全館成集中 來辦演習 來認證 那這樣時候 我們這個經費就可以 沒有錯啊 所以希望說這個預算 還是要編啊 這個我得出力 你絕對不可以 從每個學校的什麼 營養午餐那個帳戶的錢 下去扣錢 然後就請他們說 各個學校自己負擔 那個經費下去辦理 請讓他們 讓員工去上課喔 因為這個只有88間學校啊 這是什麼 我如果有廚房 有鍋爐的話 我們就很衰 我還會花錢 沒有 它這不是有鍋爐喔 這是每個學校都要 我說它不是在廚房 是整個校園 它是屬於這個 水安全衛生規範的範圍 所以更應該由我們嘉義縣政府 去編列預算啊 不是用什麼營養午餐的那個經費下去的 現在我們就是 小孩子平均一餐18塊 然後吃的那個 靠人事費減少 你覺得菜吃得很好嗎 因為這個像李先生說集中來訓練是最成本 好 我希望就這一點請你們留意 好啦 因為這三年來的嘛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絕對可以把它做好 好 處長謝謝 謝謝 水律處處長 有兩個問題點啦 第一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很 現在我所接到的問都是 我們新港這個 比亞島白水的開業工程嘛 他現在的工程整個的問題 我現在是說 在新港 比亞島白水完成了啦 你應該有特別 再去進出 各位民鄉白水的問題 大會主席 陳委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先生 女士大家早 那個 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民衆派水也是屬於那個 比亞島的系統 我們一個整個報告 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都會先第一期來做 那那個鼻子頭的第一期就是 比亞島的那裡的那裡啦 那既然應該 應該了解說 我們這個治理工程是 做第一期工程沒有錯 但是其他 比如說有人口稠密區 特別需要保護的 我也是用特應期工程 來陸續來改善啦 所以說 短期之類沒有錯 流中的經費是已經分配完了 然後 我們這個比亞島的系統 就是我們民鄉白水的系統 是主要的事情 是放在那個油這裡來處理 但是後續 你現在放在哪裡 油就是那個 大部分的經費 油就是那個 比亞島的那個 出水口那個 有資洪池 有備水提 有閘門 有抽水站 這個部分來處理 大概有十億的工程 大部分都集中在這邊啦 但是後續齁齁 後續我現在目前 應該攤得差不多 後續應該會有 新的計畫出來 我們下游做完以後 二期三期陸續來做啦 所以 總的來說 第一個 短期之內 如果說 民雄排水有比較說 比較急迫性的 要保護比較多 聰明人口的部分 用應急工程來處理 還要緊急的 我們來處理 本身的本預算 會去做緊急搶修的動作 未來比較長遠的話 我們還是陸續會做 包括好收排水 包括民雄排水 包括東式排水 包括那個 壓母地排水 我們陸續再來做 這樣啦 所以你的意思 說民用排水 現在這條大排 是在 比亞島排水的系統裡面嗎 對 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你 比亞島排水做起來之後 它是因為 會油 對 一直做起來 是 相對的說民用排水 因為 比亞島排水做好 它的 鹽水的 進行就會改善 基本上 是有改善 沒問題 但是效果還是要陸續做 比如說 我記得 你現在系統 會出水 水不比較 得到 我們的排水就比較順暢一點 但是你基本上 你方法不做 就是不做 或是你的體積高 標準不夠 不夠就是不夠就是 噴出來 所以我們很順序 再來去往上做這樣子 好 我是希望說 因為民用這幾年 排水 也出很大的問題 你看 吻水 吻得嚴重 我也希望說你比較積極 至於說 比亞島排水的問題 可以去影響到 民用排水問題 以後 民用排水 我希望說 你也要把這個工程 也趕快 有一些 就是說 可以把它處理 讓它排水問題順暢 是 是 那另外還有 另外問題就是說 現在 那個 汙水、下水道的水溝 現在都 已經 接管 都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頭角地區是 沒有錯 但是我有 應該有很多人陳情嘛 現在 金世界 金銀川嘛 他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福樂村 因為都是 道路用地問題 以前的 就是說 以前你起水的時候 他都不想到 這個 道路用地 的經營問題嘛 所以 變成說 你現在 要帶這個水溝 都有去卡住水溝地 很多都不能做 我很想要做 但是不能做 因為 我的水溝 這個水溝 要經過道路 但是這個道路 要是順暢 這個問題 你們要去好啊 突破 你們應該要去 你們應該有一個個案 或是說 有一個專案 怎麼去處理 這個問題比較對 以前古建設 古道路 大家都不去想到 大家都在走嘛 怎麼知道說 這是順暢 對不對 以前的建設 不知道是 良心不搞 他也不去 經營這些土地做道路 所以 衍生性的問題很大 因為我看 浩漏 這個問題點 還不 還不 還不處理好嘛 那些租 讓大家都 都 議員在說應該是說 應該有一個案例 我不要說什麼社區 應該是說建設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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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計劃核定下來之後他執行期程 民雄頭巧用一用二 我已經答應承諾營業署 年底我會收掉會先結案 因為這麼做是爲了爭取更多的計劃經費進來 比如展現我們的成績這樣 但是我們後續會做一個開口契約 比如說我已經完成了系統 早期我現在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已經解決了他願意要來接了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開口契約再去幫他接 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就是說這個土地的糾紛 可能他要再跟公署或跟相關單位再來協商一下 因為你屬實 香港就是這樣一直輸人家就輸人家 他不同樣去接 我們也跟他協商過 比如說我用常見的方式還是說 保障一些他都不願意 他就說你 他變成說他要去爭取他以前上市的權利 他要政府當然把他整條路面 屬於他土地的部分全部徵收為公有這樣子 所以市長你是說有單位齁 這個問題你們要怎麼去突破 我覺得你們應該好好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想後面應該很多都有這種問題 再來就是說金世界這個排水管 他夾在煮後面的白水港 這可能衍生的問題會有很多 你們可能這點你們也要特別去看查一下 注意一下 因為金世界以前淹水都很嚴重 雖然說在這兩年沒有這個情形 可是萬一呢 那因為這樣淹水 你現在有水港有什麼問題嗎 會爆掉或是說會怎麼 所以我根本說你在施做這個工程齁 不可以慶菜 不可以為了說可以做就好了 你在施工的工程上 你也要去特別的注意 是 各位請問 謝謝請問 各位請問 議員說這個問題真的蠻內行的 這個問題我們當初都有考慮到 就是說萬一 因為我們的污水工都在土壇 包括廚房也是在土壇裡面 萬一這個地区大規模的淹水的時候 它等會進到我們的污水系統裡面 我們在體育戰票做一個措施就對了 就是說緊急狀況污水量太大進來 可能會把污水出廠箱的設備 包括尤其我們養的這些菌種 那些活菌都會沖掉 那這類污水廠的可能爆掉了 可能會壞掉 我們有緊急排放系統 當然其實排放系統 可能議員又會質疑說 是不是我放了水標準 那基本上大雨來的時候 它被雨水稀釋以後 它的標準是應該是 不會有太大的污染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遵照議員的事 我們再去檢討一下 我們的那個緊急排放系統 是不是有沒有相關的設施 是不是有電局去保養什麼的 這些我們會再注意一下 謝謝議員 那你再多多留意一下 謝謝議員 謝謝 來 孟隆 時間你也 來 孟隆 時間你也 好 各位 好 各位 好 先議員 來 我們應該四十六分 來 台會主席 各位主持 各位主管 大家早上 那來 我來請教我們剛才 蔡西教 這個関連到 不知道是館長的政策還是怎樣 當然 我的看法 南北來議員不一定一樣 叫你加水 來增加我們的水源 不過在我的感覺 我本來的感覺 中華民國已經慢慢水了 如果加水會產生民怨 我現在就說的就是說 我們今年這邊 在七月開始有公告 我們的房屋 調整幾% 教長 調整幾% 八十一% 七月 他後 所有企業的房屋 他的房屋要增加 本來如果加一萬的 現在要加一萬八千的對不對 是 所以實在已經太重了 房屋自己花錢蓋的 有還要去貸款蓋 庭自己買的 不是政府給人的 我們自己用自己的錢買 自己的錢來蓋房屋 還要給你收稅金 收到收了 現在是說 東園每關市都在調 我們家紀關市東園調 比人家早就不對 不過你七月 開始蓋的 七月把他拿到建設的 房屋 蓋八十一% 不喜歡對你們蓋 剛才我也看到 白的議員 賺 高齡 你說什麼事要去 什麼事要去 政家 政家那些水氣的來源 我來看 人家不一樣 要去 沒關係 政策應該是 讓中央直接 把全省國 國管市 用一個通的標準 不完全看到 國管市 自己法帝為王 我們要去多少就去多少 已經有 部分的管市 不過再認調整這個你知道了 好 給我們報告 這個 報告是 中央 現在沒有十幾歲 我的意思 重點簡單 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 分三年 五年 竹年類 改調 不要記名一個調 八十一%起來 你七月以前的人 拿到建設 萬一天 變七月 差兩個的時間 差一個的時間 他的稅金一四人 後面 都要中八十一% 一年而已 他的建設差 今天去法官免才發 還是蘇教 差一個的位 他變 一四人後面這間房 都要多人八十一% 這種在這個 納稅 公平正義原則 我會覺得這樣 有差更多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 你是不是可以檢討 你現在也不用回答我 因為現在你有五十塊獎 是不是回到找館長 找你的財主研究 看嗎 團隊研究 用十年 分成五年 還是十年 還是三年 一年 起幾% 起到八十% 那時候 降下來六十%就好 這樣 不要說差一個 他這間房子 一四人以後 八個九個子 所以今天都要 幾人八十幾% 這點我覺得 對納稅的時候 比較不公平 是不是你回去 檢討看看 你現在也沒得回答 也沒得回答 也沒得回答 醫生 給你一個建議 好 主席我到這裡 這樣我們聯合這順到這裡 來我們再來 跟我們葉蒙朗議員 來 時間開始 感謝我們大會主席 副委長 還有我們縣長 還有所有我們一起主管 還有議員董人 還有我們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午安 在賣個中島 所以我簡單 那個縣長 其實從縣長上任以來 他很有先見的 建設了這個台灣第一條 這個媽祖大道 這個可以說對我們新港 整個新港地區 可以說很有幫助 當然 接下來縣長還有規劃 我們新港的媽祖公園 可能接下來還有報告 這個部分 其實 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 我們站在我們新港 這個民意代表的部分 是當然一定歡迎說 這個 我們管政府來搞我們新港 建設 但是我們現在新港 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 建設這個媽祖公園 有點壓縮到我們新港的 所有的 鄉親跟所有的小朋友的一個 運動設施 當然我們新港相公所 也為了這個 配合縣長的政策 在我們島 島的這個 公園 有設立一個 那個 目前已經建好的一個 網球場還有一個 即將完工的一個 籃球場 但是 這個部分 要拜託館長 這個 網球場 設好了 但是籃球場 這個部分 因為說 所謂的經費有限 還有加上 再來 我們新港公園 這個 小朋友的 遊樂設施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們新港公園 一個很多人 會帶小朋友去的一個 遊樂地點 所以希望說 這個部分 也希望說 現場不用花到 我們縣政府的錢 是不是可以 請縣長 交辦 我們這個 教育處 我們看可不可以 爭取 體育署這邊 的經費 來 在我們新港 來設立一個 比較完善的 因為 我們籃球場即將完工 可是籃球場 因為旁邊 人民是殘 但是因為經費有限 結果 我那天 跟公所的 這個 這個建設庫長 在說的時候 以前我跟我做一邊 所以 到時候 打球的時候 就說 球 不小心 鬆在餐裡面 可能我們鞋子 要扣起來 要扣起來 把我拉到球 加上這個 中地的部分 其實 沒有那麼說 符合 當然是符合 使用的這個標準 但是希望說 大家會希望說 既然已經要做了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這點是不是希望說 縣長可以回應一下說 是不是可以交辦我們 交由我們教育處 輔導我們 新港相公所這邊 然後一起向體育署 爭取這個 運動設施的這個經費 謝謝 謝謝 主席 那個葉議員 你好 你現在在關心這個 馬祖公園 對 因為我想 這個文官局 副縣長有到新港去 跟公所 有開了協調會 在縣政府開了會 你也都有來 對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那個馬祖公園 還是要聚焦在 馬祖的一些故事 有那個梗 那至於這個 籃球場運動設施 跟小朋友的 遊樂的部分 應該是要移到 那個 我們應該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現場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其實 因為 為了配合縣長你的政策 其實 那個新港相公所 已經把 網球場跟籃球場 已經 都刷過了 對 都刷過了 立球場已經即將完工了 但是因為 經費有限 所以他們 當初設計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周到 加上那個 還有 兒童遊樂設施 其實現在還沒有 現在新港相公所 還沒有找到經費 說可以去設立這些 兒童遊樂設施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希望說 縣長可以 教育處 再去研究一下 教育處 再去研究一下 可以像體育署 爭取的 就跟體育署 好不好 好 謝謝 然後這個 接下來農業處 處長 我想 今年 我們那個 牧場管理 自治條例 現在已經 11月21號 已經公佈實施了 這是 這是 去年 子凡議員 提的一個案 那我在去年 我也跟你提出 那個 農業用地填土管制規則 又過了一年了 我想這個 這個 這個規則 已經不合時宜了 雖然說我們是102年才設置的 但是這個 這個規則 對地方 一點幫助都沒有 去年你答應過我說 會 會把這個規則廢止 今年的 年初的定期會 我有跟你 再次跟你要求 你跟我說 希望應該會在年底 可以說廢止這個規則 現在已經11月了 不知道 這一次 那個 處長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 謝謝議員 有關於那個 填土管制規則 已經不合時宜的這部分 其實我們跟法治單位 也有在一起檢討 我知道你有在檢討 因為已經一年了 去年你也跟我說 跟法治單位要檢討 不知道一年來檢討得怎麼樣 那個 我們這個 牧長管理知識條例 哇好快 不到半年 幾個月的時間 從無到有 現在是把我們一個 不合時宜的東西 把它取消掉 你已經弄了一年了 是不是 處長 給我一個時間 給我一個時間 好不好 那是不是 我不是要你說好 我是要你給我一個日期 議員 看你要年底 或者說幾個月內 我可以 可以 可以答應你 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一定要廢止 好 處長給我一個時間 因為有一些是相關配套部分 之前還有些疑議 這個沒有什麼配套問題 這個就一個 一個點圖的管制規則 這沒有什麼配套問題 這就廢止就可以了 這有什麼 議員我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下禮拜一給您回應 好不好 好 就明確時間的回應 好 謝謝議員 然後 農委處長請坐 然後那個 水利處 我想這一次 大家很多議員都在關心這個 鼻子頭白水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鼻子頭白水 包括中水站也好 包括水門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 我想處長 你也很清楚 最重要其實是 志鴻池的部分 志鴻池的部分 其實很多地主 他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農保的問題 農保的問題 我想 之前也有議員有提到說 是不是可以配合 是不是有地方的農會 下去配合 是不是說有 包括 幫他們協助 他們 其他農民 取得其他的農地 下去耕作 我有個建議 不過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 我們新港其實還有很多 台唐的土地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辦法說 由新政府出面跟台唐 收購這些土地 然後下去建立一個專區 就是當然由這些會 可能接下來我們設置志鴻池 會損失的這些 會損失這些農地的這些農民 協助他們取得另外一筆農地 因為 畢竟志鴻池的範圍很大 對不對 志鴻池的範圍很大 所以你說要 剛好有農民願意賣土地 然後又剛好符合他的需求 可能沒辦法 那由縣政府這邊出面 如果說我們可以去購置一個土地 然後接下來再跟農民去交換 或者是去買賣的話 不知道這個部分 是我個人一些想法 不知道水利處長跟 這可能要由水利處跟農業處 下去研議說是不是可行 大會主席陳務委員 還有那個 議員這個構想其實我 其實真的很好啦 我一開始就是想要這麼做啦 但是這可能涉到台塘的土地 可能沒辦法去跟他買 可能沒辦法去跟他買 我們可以設立一個專區 然後下去專案去 類似 剛剛議員講到這種 可能我可能會再跟農業處來搭配 因為這個是我一個 一個附案 然後該動的都有 我私曉在談 在問這樣子 那希望這個部分 希望 處長你在跟農業處那邊 如果有了有 我會跟議員來報告 可能某些部分 還要議員來協助我一下 不會不會不會 然後處長 還有一個齁 就是我們166線齁 那個從那個六行宮齁 166線六行宮 然後一直要到那個安和 那個齁 兩邊的側溝 我想現在兩邊的側溝 在西北村的部分 其實已經在施作了齁 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齁 那其實現在接下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那個 從高鐵過去到安和路段齁 其實這個是從 這個可以說是 馬祖大道往這個 南故宮最近的一條道路齁 但是那個安和川齁 他爭來的部分齁 這是一個很長久的問題 因為住戶很多 可是那個旁邊的溝 那個水溝齁 那都是以前的汽水溝 所以那是熟農電水溝會的糕 但是因為那都一定水溝也沒用 這個水溝也沒用的部分 它現在呈現一個對環境影響很大的一個污染源的地方 因為生活用水畢竟有時候都是排到住家面前的水溝 所以現在很髒亂齁 那之前其實水利處也跟我去看過很多次 一直希望說可以解決 但是因為卡在這個水利會的地 跟我們水利處沒辦法施坐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真的是說要我們新政府這邊齁 積極去跟水利會那邊溝通 看可不可以有辦法解決 不要在這邊 不要再互相踢來踢去 說這個你的地 我沒辦法回到董事室 你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應該不會做 這是改革辦法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 又拜託水利處長 因為我相信你的專才 大家都有看到 大家也對你的這些 在施坐的方面其實也很有信心 希望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處長 你可以再跟水利會那邊溝通 是不是說有辦法改善這個環境的問題 其實這個還是在錢的問題 我知道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就算可以解決 其實這個土地的問題 現在是沒辦法解決 土地我們在跟水利會來溝通 因為水利會每次我們要去動他 他就說要跟他徵收這樣子 對啊他就是要徵收 但是問題就是居民住在那邊 受那個環境的影響其實很嚴重 這個是已經關係到 衛生的問題 所以不要說要徵收 就說我們有辦法替他們做 要他們做 但是因為水利會那邊 就要叫我們徵收 這樣沒辦法改善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要拜託處長 你一定要去水利會那邊再溝通 是不是我們內部 我們由我們水利處組個專案 然後我們來主導 來學調水利會跟建築處的側溝 是不是可以來完成 好 因為這個也算是我們 不要土地徵收這樣子 對 因為這個算是 也算是我們往 往故宮南院的一個門面的問題 是 那路這樣水水 結果旁邊的水膏 這樣 漏十二樓 所以這個方面 希望說我們處長 拜託你 拜託你還有這個 努力 來把這個 看法度把這個部分來完成 這樣 是 因為在中島 我這個子凡議員 還要救十分鐘 再來我的時間 就要子凡議員 茂隆 茂隆 你時間要救子凡 你要留在會中 好 我知道 此分中 謝謝我們副議長 還有我們大會 一位同仁 茂隆議員 還有我們的幸福同仁 我先請教我們的教育處 王處長 王處長 你工作比較繁重 我很多業務想請教你 謝謝 就是在我們五月的時候 我們報宅 就是在我們嘉義線棒球場 有那個準備驗收 但是因為有缺失 所以就繼續拖延 那大概在七八月的時候 我又再去了一次這個棒球場 叫到裡面實際去了解狀況 那到前天 我又再進去了一次 所以這樣子 我看下來 我發現 還是有一些缺失沒有改善 那這個驗收的問題 到底要拖延到什麼時候 跟茂隆議員報告 這個棒球場 這個 當然在那個時設的過程當中 就過期了 不要再發現說 因為他那個整個沒什麼 像那個拖延的那個 看到沒什麼 所以有做一個變形 有拖比較慢 那在我們外車 已經正式驗收 粗驗已經完成 那部分 不是要改善的部分 現在 請教授在進行改善 市長我請教給你問一下 是 你如果真的有認真感到 你關心這個問題 是 你有去看過嗎 你自己有去清新檢查過嗎 我自己去看一次 就是以前 我都去看兩次 是 你去看一次而已 當然是這樣 因為這個拖延科 他在專前負責 所以 不可以有 你有看到什麼問題 當然這個棒球場上 我們看這個 因為經費也有限 因為三千而已 所以有些還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我們是有第二期可以做改善 我請教處長 你列舉幾個 你發現的問題 好不好 兩三個 你發現比較明顯嚴重的問題 我看是可能那個 那個 炒仔 炒仔可能 炒仔比較沒有 炒仔比較沒有 那好 是啊 已經過幾五月了 五月的時候 已經 那是因為那個 反正我們有要求他要補 要補炒仔 補到現在五月 到現在 已經五五月過了 炒仔要發不出來 所以我要講 是不是這個廠商的專業問題 所以我們有要求來改善 你有認真 你感動 你感動說 你如果沒辦法把炒仔先起來 照顧得好 你是不是要去找協力的廠商 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了解十二月 我們就是要 不是說有韓國的球隊 要來韓訊嗎 母親在擠車 當然要完全檢視之後才可以使用 對啊 目前這樣要檢視 要等到時候 早上我看 這五個月外來 都看得到那個沙質地 其實它的密度還是不夠 是啊 所以這部分我一直在要求 因為這是他們 要附著我們 做好給我們 所以這部分 我們會再繼續來 請他們的要求 我說不是跟這個炒的問題 包括說這個內野 這個實力 我覺得要還是有一點點粗 那酒粒比較大 還有那個休息室的防護欄 這樣打鼓鼓 當然 我了解說 是那個沒有 烈路一邊精修的行動 還有我們的看台區 我們的郵產 都這樣斑駁不堪 這個部分後續的 你要怎麼處理 剛才我報告就說 第二期的工程 我們會提遲 向教育部 體育署來申請 所以那個第二期 才會讓人做改善 市長我請教 你覺得這個沙質專業 都有問題嗎 當然我覺得 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 你們要隨時時常的督促 時常的跟他提醒 你們會不會反過來到現在 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是你們自己督促不周 督導不周的問題 當然這工程是有相關的工程的單位 建築師 那這個專業性是 他們設計 他們比較知道 驗收不合格 當然我們很清楚 所以我們會依合約 依合約規定的要求 我看再三個月 你們都沒辦法驗收 應該是不會這樣 不是 現在是粗鹽而已 現在再來又是冬天 粗子是越難發出來 現在這個稀稀疏疏的狀況 你沒有等到過年過 我看沒有辦法改善 這樣你要怎麼提供 這個救助來開放使用 讓這些運動選手 可以反轉的來使用 我想我們這盡量 盡量來補救 做補救 來 這個部分 我還要跟你講 林工 我們如果真的這樣 要先感動 品質絕對要告 林工未來 我感覺 我們這個 我們有跟那個 董協聯合提案 說要針出一個 這個國家棒球訓練中心 有我們現在的計劃 對 請台體大在做一個 專利性的評估 那這個進度是怎樣 台體大這個評估 我們大概 月底 月底大概整個計劃完成 之後我們正式送中央 請他們來做正式的會堪 所以現在這是我們館來 粗暴的幾個月而已 對 所以未來 跟中央還沒有取得什麼默契就對了 未來 現在 以正式把它組定為我們國家一個培訓中心 我想整個資源的益助可能會更多 包括周邊的標準練習場 整體的規劃可能會更完善 那個處長 四年後 東京奧運就要把這個棒列入正式項目 回歸啦 其實以前就已經是正式項目 然後加上我發現說 這一兩年 這個包括我們台灣的職棒日職美職 大家其實都非常的關注 這個棒球的這個運動風氣 事實上是有 又有復甦的現象 那加上我們這個三級棒球 基層棒球很多的 其實我們這個民間的活力是非常的足夠的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這個場地可以 先把場地做好 然後再配合你們的規劃 跟中央積極爭取經費 我認為說這裡未來做一個棒球訓練中心 做一個棒球村 它所發揮的效益 不見得會輸一個 比如說現場現在在規劃的這個查體驗館 或者說MOVA這個現代藝術博物館 因為現在一直在發展這個 我們這個限制特區這邊的整個周遭的環境 配合故宮南院 所以這個可以帶來周邊的服務業 旅遊業 然後住宿、賓館 這部分的商機是非常龐大的 你可以發展 你可以辦大型的國內的這個棒雷比賽 然後讓很多外縣市的國人的這個球隊 都可以到這邊來比賽 然後一個賽程多久 就可以帶動很多周邊的這個商機 沒有錯 所以我認為說你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認真的去推動 而且在這個首先 你就是要先把這個球場的品質 要把它控管好 我知道 我認為甚至說 你如果沒有把品質控管好 你也不用急著跟它驗收 你就一定要要求到它就是修正好 當然是這樣 因為我怕的就是說 現在它認為說 我們12月就要 有球隊要來訓練了 然後它就那個心態 它就消極 然後剋誰的心態 就認為說 你也在關時間 所以我們的驗收標準就被降低了 不會啦 不會這樣啦 不會這樣啦 那我也知道說 聽說縣長也有曾經跟韓國那邊去接洽 去談這個未來給一些球團 球隊任養的工作 不知道這部分縣長還有這個 整個國家棒球訓練中心整個計畫 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跟我們做一個承諾 或者說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好 縣長請坐 縣長 那個棒球的 韓國的 宜訓的 對對對 聽說你有去接觸嗎 有有有 對對 那個什麼時候 人家請他說明一下 好 那請縣長 大衛主席副議長 我們的何議員 那跟何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跟韓國職棒的相關的接觸 都非常密切 那確實現在問題就卡在驗收的問題 因為畢竟是一個國際性的球團 要來加以訓練 這樣會是一個國際型的契約 那如果我們屆時沒有辦法提供 真的會變成國際型的笑話 所以我們確實教育處也非常努力 那我們也持續再跟教育處來溝通 那我們這邊也跟整個韓國的一些職棒 的一些人士 就持續在保持密切的一些聯絡 我們這邊只要驗收起來 我想明年大概可以爭取到一些 韓國的職棒隊友到嘉義來 是沒有問題 目前他們要來這邊疑訓的議員 沒有問題 那部分剛剛 因為我們這邊氣候穩定 冬天的時候氣候穩定 那剛剛議員也有擔心就是說 部分的那個空間其實在第一期的修繕裡面 沒有辦法來完成 那我們要迎接韓國職棒來 確實其實那樣的一個空間 也還不夠啊 還不夠 那我們目前的想法 已經爭取到民間的資源 大家驗收起來 我們民間的資源就會進去 我們一定會把包括球員休息室 那球員的那個休息室那個防護設施 包括他們的一些 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櫃子 我想要有國際級的一個訓練環境 我們才有辦法達到這樣 遠遠不覺不是只有做一年的 韓國職棒的疑訓 我們希望未來不管是韓國職棒 或是日本職棒 都可以願意來台灣嘉義這個地方來疑訓 我們來持續努力 好 處長 謝謝 所以那個教育處長 我們不希望這個變成一個國際的消化 所以首先你這個棒球場 整件的這個品質一定要控管好 所以責任在你身上非常的重大 好不好 我想這個我們會在廠商 這廠商完了有這麼久在做 我想要繼續來這個追蹤 也當如期來完工 就是品質絕對不准退讓 當然啦 這個一定要把握住 要把它守住 感謝何議員的關係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今天就是這次加一下商 三回 三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